第731章 无心睡眠 在太阳升起之前的深夜中 寂静的指挥中心里 爱情面前的屏幕上 一行又一行的自己 随着键盘的敲打而出现 经各部门汇总情报综合分析 神城未来背后 疑似有地狱力量 图谋不明 威胁等级建议提升 目前主使者嫌疑目标 尸体攻防 人类展览局 无归者之墓 墓场主 枯萎之王 单波内圈状态暂时平稳 暴动迹象持续萌发 未来预测有混乱的可能 总无失令期间 仍需重点观测 涉及五常临时会议时期 写到五常临时会议的时候 爱情的手指停顿了一下 犹豫着 要不要将这一行消除 根据内部消息 这一次统侠局的内部会议 所要涉及到的提案 以及目的实在过于严峻 倘若单波内圈的变化 被联系起来的话 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复杂化 在短暂的沉思之后 报告的撰写继续 最终 停顿在最后一行的地方 极密目标S09号寂静里 爱情的手指悬在案件之上 停顿许久 最终 缓慢又笃定地写下了结论 暂无踪迹 就这样 按下了发送按钮 啪哒一声 桌子上传来一声清响 技术器的数值变化 7 爱情无声叹息 疲惫地闭上眼睛 这一次 大家扯平了 半夜 医院里 怀师莫名其妙地从梦中惊醒了 要说惊醒这件事 本身就很有问题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影响一个少私命的睡眠质量 让他灵魂自发地从沉眠中苏醒 而不是应激反应 就需要一些 令肾痕和感知有所触动的变化发生 从而自然而然地 让他睁开双眼 然后 看到那一双漆黑的眼瞳 近乎 近在咫尺 想我了吗 他微笑着 轻声问候道 怀师僵硬在原地 差点尖叫出声 鬼啊 旋即 他又反应过来 哦 是铜鸡 那没事了 怀师有些麻木地揉了揉脸 搞不清楚 他弄醒自己究竟干什么 只能无奈叹息 你飘在空中干什么 吓人完吗 这么淡定 睡醒了 看到大姐姐的脸 难道不应该面红心跳吗 真让人失望啊 同机往下看了一眼 微微一笑 况且 我也没有飘着啊 好好的站着呢 嗯 只不过距离近了一点而已 怀师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遇到了阻碍 然后又侧过了身 终于看到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确实是站着的没错 就在他旁边的墙上 简直就当没有地心重力 这回事一样 连根头发丝 都没有往下飘 裙摆也老老实实地 待在他应该在的地方 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傻了 但为了避免 他又抛出一些 奇奇怪怪的设定 来打击自己 他只能装作习以为常 再次将身体 放回原本的位置 面对面 眼对眼 然后正色问道 什么事 嗯 没事就不可以找你吗 同机的神情落寞了起来 人家只是想要找个人 说说话而已 为什么这么嫌弃 哼 女人 怀师不为所动 甚至还有空 看了一眼账户余额 自己的钱竟然还在 怀师顿时越发的惊奇 不可思议 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这个世界都好像 陡然间玄幻起来 同机居然不抢钱了 他愣了好半天 有些不安的 看向眼前的女人 满是关切 还好吧 我很好啊 好得不得了 甚至还胖了200克 哎 还是得少喝奶茶 说完 他就把手里的奶茶 凑到嘴边 咕噜咕噜作了两口 还递过来 要吗 怀师的眼角抽出了一下 正要拒绝 就听见了他感叹的声音 说起来 你就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不对呢 嗯 怀师不解 同机耸肩 后退了一步 嗯 向上飘了一点 倒是给了怀师一点喘息的空间 你可能有所误会 虽然来的时候挺恰好 但实际上 并不是 我弄醒的你 他遗憾地看了一眼 怀师的手机 在人家准备有所动作之前 你就已经醒了呢 嗯 怀师皱眉 抬起手 翻出了命运之书 迅速将这些日子以来的经历翻了一遍 然后眉头皱得越深了 感觉哪里不对 可是他怎么都说不出来 命运之书中 夜马不连贯了 记忆好像有所变动 硬凑在了一起 原本连贯的事项 变得松散了起来 而且 有些内容都不一样了 自己不是 还鼓道着千叶龙二趣 和升天幕别苗头 挑动五大佬之间内乱吗 怎么就忽然 命运之书上的字迹骤然一花 旋即迅速地浮现出 一大段一大段涂黑山改的内容 令怀师如遭雷击 那些模糊的记忆迅速变化 很快 就从飘忽的状态收缩 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令他汗流加倍 这什么鬼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 命运之书的修改权 按道理来说 只有自己 确切地说 是只有作为事项分支而存在的同机 没有这一支笔 任何道具 都不可能对命运之书进行修改才对 而自己的命运和记录 竟然翘无声息地发生了改变 难道这个世界上 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 能够影响天国谱系的原点 不要想太多 命运之书没问题 有问题的 只是你而已 同机解释道 命运之书的记录 诚然是不可更改的 而且具备着最高的优先级 但实际上 它的力量 也要受限于自身观测的基准点 也就是你 一切都是以你的视角进行记录的 它所见证的 乃是你所经历的一切 如果你将来能够成为天敌的话 说不定还能够连与你有关的 其他人的视角 也补充到里面去呢 同样 倘若你所经历的事情发生了改变 那么自然内容也会有所不同 啥意思 怀师没听明白 很简单啊 同机说 只不过是时间被改变了而已 嗯 怀师感觉自己产生了幻听 同机淡定地说 有人借助了彩虹桥的力量 进行了时间跳跃 重新修订了事项 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 但也造成了陷阱歪曲度的上涨 嗯 看得出来对方相当地克制 为了减少代价 并没有牵连到太多人 大概只有接近2000平方公里的绿地 永恒沙化了吧 啊 现在应该是2900了 啥玩意儿 怀师目瞪口呆 感觉这一切越来越玄幻 究竟是什么鬼 我想想 用你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的话 就是 独当 同机想了想 认真的说 不满足原本的剧情发展 违规进行了跳跃 对细节进行修订 企图得到不同的结果 只可惜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 哪怕付出再多 多半也只会徒劳无果 等等 怀师终于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从床上挺起身来 仰起头 凑近了同机的脸 难以置信 你说 彩虹桥可以逆转时间 是真的 当然啊 同机不解地反问 毕竟是三大封锁之一 天文会为之骄傲的庞大功绩 如果只是一个带WiFi的传送门 未免也太没用了点吧 虽然使用条件也很苛刻就是了 但如果利用得当的话 甚至能够将陷阱整体 送回一年之前呢 这么夸张 号称而已了 虽然根据计算能够实现 但那样足以干涉 整个世界规模的代价 和燃烧的原质 哪怕是整个陷阱也付不起 恐怕在传送完成之前 陷阱就已经崩溃了 到时候 一团灰回到一年前 和毁灭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 理想国内帮神经病 研究出的东西不是鸡肋 就是奇观 一个比一个败家 不过 受限于代价 虽然无法大规模的应用 但稍微砍一砍 降低一点期望值的话 倒是偶尔会有意外之喜 因此而达成的 便是时间跳跃的奇迹 以整片绿地和密灵的永久生机 作为代价 令整个区域彻底化为沙漠 抽取原质和未来的热量 将一个人的意识与灵魂 完整地送回他自己 24天之前的曲窍之中 因此 才会有末日警备员 这样的机密人员诞生 就在《命运之书》上 奇落的羽毛笔 写到这里的时候 略微停顿了一下 在书页上敲打了一下 大段文字顿时稀薄了起来 介于有无之间 有神之蝎在手 童鸡能够暂时规避 兼没者石碑和魔音封锁 等等天文会保密措施 但依旧不能再继续详细地写下去了 只能让怀师 有一个大略的了解 许久 怀师恍然 也就是说 天文会为了挽救单波那圈 读了档 你在想什么呢 童鸡瞥了他一眼 神情古怪起来 这根本就没有任何性价比好吗 你知道 天生能够和彩虹桥共鸣 承受时光逆转的灵魂 有多珍贵吗 这种珍贵的消耗品 每发现一个 都是天文会的宝贝疙瘩 比整个单波那圈加起来 还要更加贵重十倍 怎么可能浪费在这种地方 那 当然是 违背了律令 自作主张啊 童鸡怜悯的耸奸 似有所指 恐怕是某个退休的警备员 越过天文会 直接强行共鸣 触发了跳跃机制吧 虽然不知道 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但肯定不会好过 等等 你说的该不会是柳东霖 那个混账东西吧 怀师恍然大悟 整个人都骂了 我就说他怎么知道我是卧底 合着这王八蛋 除了女装 还敢开挂 简直反了天了 明天我就扭着他 送到天文会去 怒了很久 怀师才想起来 不对啊 他究竟屠啥 谁知道 你不如亲自去问他 同机抬手 把空空荡荡的奶茶 丢到了不知道哪里去 然后小手一搓 就变魔术一样 端出一碗冰淇淋 上面洒满了巧克力 碎饼干和水果切片 拿着勺子抄起一勺 带着上面的樱桃 一起吞下去 满足地眯起了眼睛 哎 时代进步真是好啊 怀师 要感谢科学哦 他嘖嘖感叹着 无视了 怀师肚子里咕咕叫的声音 随意地说道 比起那个来 我反而更担心你来着 我 怀师笑了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觉得呢 同机淡定地吃着冰淇淋 眼睛却看着怀师的眼睛 直到许久之后 他无奈地移开视线 耸肩 迷茫 犹豫 不安 还是愤怒 同机端向着他的样子 忍不住摇头 你的原质里 简直写满了动摇啊 连少私命的圣痕都开始封闭了 该不会是因为 单波内圈的事情吧 说实话 有点烦 怀师叹息 摊回了床上 头疼得不行 正常了 卧底就是这样 比二五仔惨多了 同机同情地说 你看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明明两个词的意思都差不多 可对于当事人而言 感受却天差地别 他说 因为本质不同 同样都需要忍受 卧底和二五仔需要忍受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二五仔的需求从来明确 背叛不过是代价 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对于卧底而言 背叛则是结局 你的一切行为和目的 都是为了倒向最终的背叛而已 卧底往往会很痛苦 可二五仔的快乐 别人却想象不到 因为做二五仔 只需要懂得愉快度日 可做卧底 就只能悲伤到底 甚至连出卖 都不是为了自己 同机怜悯感慨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卧底确实比二五仔 要残忍多了呀 这是什么歪脸 怀师摇头 嗯 我觉得 你会感同身受来着 同机耸肩 毕竟两种感觉 现在你也都算有所体会了 否则的话 也不至于如此矛盾吧 怀师 无言以对 同机低下头 再度凑近了 冰冷的呼吸 吹拂在怀师的脸颊上 带着奶油的香甜气息 可他的眼神 却毫无任何疑敏 而是端庄又严肃 宛如能够透过灵魂 窥见他心中所想 让我猜猜看 他说 你现在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冲动 怀师 一种让你想要 取代那些无能的人 自己来掌控这一切 让状况变得更好 为此 你必须夺取权力 甚至向盈州的官方 发起挑战 哪怕你知道 最后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而另一种冲动 却在告诉你 这与你无关 你没必要做这么多 你只是个卧底 就算完成了任务 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所以 混点成绩出来 应付一下之后 你就开始咸鱼 想要开始滑水 反正天塌下来 有统侠局顶着 还有总能力挽狂澜的 霸道总裁在这里呢 对不对 怀师翻了个白眼 这样不好吗 没说不好啊 但这只不过是 逃避问题而已 同机淡定地告诉他 如果让别人代替 你做出选择的话 不论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 对你而言 都毫无意义 你只会感觉迷茫 然后开始犹豫 紧接着感到痛苦 痛苦之后 会渐渐地习惯 习惯之后 就会开始安慰自己 大家都一样 只是因为身不由己 最终 不知不觉开始妥协 开始习惯自己 讨厌的一切 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而这 就是堕落的开始 说是堕落 有点过头了吧 怀师嘴硬 说不定是我成熟了呢 怀师 如果你成熟了的话 再怎么痛苦 我都不会同情你 相反 哪怕你笔直地 冲进深渊里 我也会对你大家鼓励 但是 不论如何 你都不应该站在原地 他伸出冰凉的勺子 顶在怀师眼前 不容许他逃避自己的视线 然后一字一顿地 告诉眼前的契约者 如果你无法忍受 那就去改变 如果看不下去 就自己来 你应该做你想做的事情 怀师 他说 你是我的契约者 你有这样的资格 也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怀师愣在原地 短暂的寂静里 同机忽然愉快一笑 严肃不在 手中的勺子 送到了他的嘴边 带着渐渐融化的奶油和糖浆 要来一点吗 怀师下意识地点头 味道如同预想的那样甘甜 带着一丝苦涩 不知道究竟是终于放松下来 还是因为拿定了注意 原本紧绷的精神 渐渐放松了下来 感受到了困倦 在闭上眼之前 他目送着眼前的身影 渐渐消失 忍不住叫住了他 同机 嗯 在化为黑色的飞鸟之前 他回头 看了过来 我会去试试地 怀师认真地告诉他 谢谢你 你是我的契约者吗 不用客气 同机帅气一笑 消失在了黑暗里 无声离去 而怀师 闭上了眼睛 不知为何 原本渐渐闲鱼化的他 竟然充满了斗志 从明天开始起 大力导施 他决定了 改变单波内圈的 宏伟大计 就先从一桶集到做起 第二天 被吵醒的怀师 睁开眼睛 来不及打哈欠 就看到了走廊 冲进病房的两名警察 以及他们身后 鹤枪实弹的行动队 他们胸前MPD的徽章 在朝阳之下 熠熠生辉 要得怀师一阵眼花 紧接着 不等他说话 手铐就卡擦一声 套在了他的手腕上 怀指素人 你被捕了 第732章 姓名 怀指素人被抓了 不到五分钟 这个消息 已经被守在病房前面 保护平乱功臣的吉道们 传到了五缺一四位大佬的面前 紧接着在同盟之中 迅速地扩散开来 怀指素人大家都知道 但怀指素人 为什么被抓了呢 大家都很好奇 还想要跟如今的四大佬 在评论区里讨论一下 但如今的总会长 根本就不想 和大家在评论区里讨论 甚至还把几个传播最凶 跳得最厉害的家伙 塞了水泥口球 沉到了海湾里 不只是怀指素人 升天幕 对此早有预料 紧接着三分钟后 一个又一个消息 就送到了他们的面前 怀指组怀指素人 有田祖有田平清 中岛会中岛轰 侠猎团的百目鬼结弦 同盟的中间 尤其是昨晚参加了盟会的人里 竟然有11个人 都被警示厅带走了 名义是协助调查 那些人在超过30件 不同的案子中 有不同程度的嫌疑 但实际上 当急到的 有哪个屁股是干净的 就连最清白的怀指素人 都被牵扯进了 油板家的谋杀案里 如果真下定决心 想要整活的话 MPD有一万个办法 针对单波内圈 但问题是 这么干好处都有啥 每个大佬下面 用来顶刚的工具人小弟 随便一抓 都有一大把 哪怕是出来炸到的怀指素人 只要有必要 他连说话都不用 上野就会跳出来自首 和大哥无关 人都是俺杀的 大哥是被俺绑架了 你们来搞我啊 更不要说 后面随之而来的混乱 和犯罪频率的可怕飙升了 屠杀 不说警示厅下面跑腿的喽啰 警部补以上 可都是名牌大学毕业 杀过千军万马的法考之后 捧上铁饭碗 敖资历和年金 都能拿着一大笔 钱荣退的社会精英 营州公务员这碗饭 他不香吗 大家私下里 做点见不得光的订勾子交易 拿点不可言说的灰色收入 他不好吗 干嘛要被这个锅啊 尤其是总务事令即将下达 谁会没脑子在这时候挑这个雷 况且 混种同盟没了 难道绿日会高兴吗 肯定不会是警示厅自作主张 幕府和陆明馆 你更倾向哪个 升天幕抽着烟杆 抬起眼皮子 看向旁边沙发上的千叶龙二 都有可能 千叶龙二说 毕竟昨晚当那么大 这也算是预料之中 久我那个混账东西搞出来的事情 让人头大 桌子上千叶的手机一阵 跳出了一条信息 令他皱起眉头 洛河家已经在走动了 但据说 背后有陆明馆的指示 正常 稍后 应该就会有客人上门 升天幕说 这一波 恐怕是双管齐下 你准备怎么办 千叶龙二问 有说法了吗 不就是那一套说法 久我不是都死了吗 死人又不会说话 不用用显得多浪费啊 况且 这一波不都是那个混账搞的鬼吗 升天幕冷淡地说道 这一次 恐怕是上面想要 趁机敲打一下我们这帮老家伙 在总务司令颁布之前 别想着搞事情 我们这边多半没什么事 功夫恐怕都要下在另一头 他说 被抓进去的人 恐怕不会好过 哪怕不会真的 抓起来上法庭 也不可能给什么好果子吃 伴随看他的话语 走廊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 很快 下属敲响了房门 总会长 有两个人上门指明 要与您会面 遵照您之前的吩咐 已经带到会客室了 办公室里 两人对视了一眼 眉毛缓缓挑起 一起 升天幕起身问道 千叶汗手 跟在了身后 走向了会客室 与此同时 一辆低调内敛的轿车 停在了京都警示厅的门口 等候许久的特殊事件搜查科 客长连忙迎上去 却看到车里的人 竟然直接推开车门下来了 前景先生 好久不见 客长攻身行礼 却看到往日严肃的前景先生 脚步匆忙地挥了挥手 竟然回话的功夫都顾不上 拉开了后面的车门 未曾见过的身影 从其中走出 助力在警示厅门前的台阶下 抬头仰望着眼前的高楼 看起来还像模像样嘛 前景攻身汗手 向着客长使了个眼色 客长愣了一下 顿时恭敬低头 欢迎两位前来指导工作 多余的话 就不必多说了 刚刚下车的贵客收回视线 瞥了他们一眼 时间有限 不要浪费 平淡的视线 却令客长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威严 一滴冷汗从额头渗出 不由自主地回答 是 请跟我来 一路引着两人进了警示厅 脚步匆匆地走进了电梯后 客长才终于有空 看向代表陆明馆 同警示厅接洽的前景 往日速冷威严的前景 驯服地站在来者身后 低着头 恭敬地回应着偶尔的问话 态度端正又谦卑 好不容易得了空 前景落后了一步 才低声跟客长说道 昨晚的事情影响不小 总无事令下达之前 京都不能生乱 那位大人特地前来视察的 你可不要出了什么纰漏 客长慌不迭地点头 客长擦了擦汗 神情无奈起来 都在审讯室里 问过话了 都是一些硬骨头 一路经过紧闭的大门 隐约能够听见 里面传来急要的呼喊声 有本事就抓我呀 证据呢 有证据吗 昨晚只不过是和兄弟们 一起去喝顿酒而已 哪有什么事情 我们公司可是合法团体 警官你可不要乱讲 客长的神情阴沉起来 不知如何交代 而前景的神情平静 早就有所预料 这帮子急到不知道 都已经进了多少次局子了 全部都是一些 有恃无恐的家伙 这还算好的 还有的根本就一言不发 直说要见律师 至于有些明显 有把柄在MPD手里的人 这一次口风也紧得要命 而那几个原本私下里 就和警示厅 有所来往的组长 这一次 也对盟会上发生的事情 尽若寒蝉 最后说出来的 也都是外面的那些套话 还是在用了刑之后 所有人要么在怒骂 要么保持沉默 要么第三下四地 哀求阿思尔别这样 我还有家人 只有一扇半开的门后面 传来一阵欢声笑语 分外的不和谐 砰的一声 有拍桌的声音传来 算命地说 我是万江功成一股哭 我不同意 那个平静又低沉的声音说 我认为出来混的 是生是死 要由自己决定 当年我和兄弟们 一起在除魔大赛门前的 停车挡坐生意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 我能做到如今这地步啊 哎 过奖过奖 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 有机会的话 谁还想去做吉道呢 谈笑之中 那个被烤在桌子上的 年轻男人 举起手里的纸杯 向桌子后面 审问的警察恭贺道 总之 干杯各位警官 祝你们在 MPD的事业一帆风顺啊 一片赞同响应的声音 简直其乐融融 哎呀 如果那帮吉道 都能够像怀指先生 这么明示里的话 我们的工作 也会少了很多啊 审讯室里 胡子拉叉的老刑警 放下手里的笔 泽泽感叹道 还要来点啤酒吗 午饭的时间快到了呀 要不要来尝尝猪八饭 我跟你说 猪八饭是警示厅的特产 不可不品尝 说着 他向着旁边的下属 使了个颜色 示意他出去准备 可那下属却尴尬地 站在原地 他皱起眉头 又使了一个颜色 然后 终于回头看到了 脸色铁青的客长 还有他身后的 两个陌生人 我让你审问 你就是这么审问的吗 板口 客长冷声发问 真是不得了 都快和社会垃圾 称兄道弟 厉害啊 板口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低头鞠躬 还没说话 就听见他身后的声音 这位先生 话不能说啊 我现在还是容易者 嫌疑人 怎么就成了社会垃圾了 况且 我们怀指伤势 可是每年都本分纳税 从来没有不良记录的优秀企业 说到这里 那个年轻人的神情 就变得沉痛了起来 多亏了板口先生 对我小知以情 动之以理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愿意充分配合警方的询问 我知道 大家对我们这样的人多有偏见 请不要责怪他 如果有错的话 就怪我吧 客长大怒 正准备怒斥 却看到旁边其他警员 竟然都露出了赞同的神情 对怀指先生所遭遇的歧视和不公 充满了同情 简直他娘的 就好像被下了药一样 这究竟是什么鬼 客长正在大怒 让这憋三看看 究竟谁才是这里的老大 身后的前景 却按住了他的肩膀 不要失态 这可不是一般人物呢 前景冷笑了一声 虽然看起来年轻 但这位可是智勇双全 一个小时内全灭虎王族 亲手平定了 九我家叛乱的怀指组组长 五大佬面前的红人呢 不对 现在应该是四大佬了吧 桌子后面 怀师抬头看了看 又看了看他身后的人 忍不住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前景的神情变冷了 你笑什么 怀师低头 五了五嘴 白手 不好意思 我有个朋友的老婆快生了 沉默里 前景按在西装之下的刀柄 紧接着 听见来自身后的声音 好了 前景 你们先出去吧 让我跟他聊聊 前景愣了一下 玄机汗手 看了一眼科长之后 示意所有人跟自己出去 玄机 抬起手 直接关掉了里面的监控设备 最后 毕恭毕敬地关上了房门 寂静里 怀师歪着头 端向着桌子后面的人 眉头挑起 眼神好奇 接下来是不是要问我姓名了 玩够了吗 怀师 李剑琥珀面无表情 第733章 那你能帮帮我吗 审讯室的灯光之下 身着黑色长衣的李剑佳 新任当主李剑琥珀 低头斧看着考在这里的囚犯 囚犯也在看着他 眼神茫然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阿瑟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之前 能不能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 李剑琥珀冷声说 别人不记得这回事 你难道会觉得 我也忘了 怀师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叹息 早知道就不留这个首尾了 可不留首尾又受不到钱 妖兽了 你把我请到银州来 干完活不但不给钱 还把我关进橘子里 一想到这一查 怀师就忍不住拍桌子 天文会的钱你都敢黑 你们银州人的良心 大大的坏了 李剑琥珀沉默地看着他 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当着他的面 一个一个输入了 天文会银州分部的号码 结果被怀师扯着手铐拦住了 使不得 使不得 大姐 咱有话好好说 总部的特派员 握底握到了分部的眼皮子底下 一旦给捅上去 尤其是这个接骨眼 不知道还要搅出多大的事情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怀师发自内心的不解 堂堂李剑家的当主 闲着没事 不会就琢磨着急到完吧 你以为总部司令是多大的事 几乎现在所有公卿武家 都关注着京都呢 更何况我这种新任的当主 我现在 也是入民馆的人 虎珀不说 怀师都差点忘了 臭妹妹现在发达了 是安防国主 银州一霸 外加东夏浦系金牌二五载 不对 是一一带水的下银两国之间的 友谊小桥梁 昨天晚上你们闹出来的乱子 真以为不够大吗 琥珀斜眼看着她 得亏今天是我在 看到名单的时候 我都以为自己瞎了 合着你说再见 就是打算跟我在橘子里见面了 机缘巧合 机缘巧合 怀师尬笑 正所谓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吗 除谋大赛都结束了 你还留在银州干什么 还掺和混种的事情 是又想搞什么幺蛾子 琥珀看着她的眼神 十足戒备 根据她对这货的了解 但凡这货在哪 无风也要起三尺浪 去哪儿哪儿踏 走哪儿哪儿炸 在得知她 就在京都晃荡之后 琥珀几乎吓得 想增加皇居的守备了 她慎重地凝视着眼前的男人 郑重又严肃地发问 你来这里是 是因为上皇吗 啥玩意儿 怀师愣了半天 脑袋顿时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你们上皇 叫啥我他娘的都不清楚 我为他干啥 怀师认真反问 我堂堂乐园王子 图你这个 如果要让别人听到怀师这大不敬之词 保不齐就要安排花生米了 但一个东下谱系的二五仔琥珀 根本不在乎这个了 继续发问道 那就是为了那群混众啊 你 就当是孝悟吧 怀师想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解释 顿时神情复杂 本能地想要点根烟 感慨万千 得亏审讯室里有屏蔽信号 否则现在他都不知道 怎么应付爱情那边 孝悟 琥珀翻着手里的情报汇总 随意地问道 听说你和升天木家的千金走得很近啊 都快睡到一张床上去了 你这人 怎么空口白话 误人清白 怀师怒了 你还有清白这种东西吗 琥珀冷哼一声 想到接下来要摆平的麻烦 就头疼得要命 叹息一声 怀师 我不管你做什么 最好别掺和太多 总无失令的水太深了 恐怕不只是将军和上皇之间的斗争 那你能帮帮我吗 怀师眨巴着眼睛 凑近了 一副可怜楚楚的样子 让琥珀背后的犬神甲咒浮现 几乎想要一刀劈死这个混账东西 漫长的沉默里 琥珀冷冷地凝视着他 许久 忽然开口 好啊 他说 我帮你 你帮我 嗯 倒垮铁王党 他说 如果你要执意掺和这档子事情的话 我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帮你 但总无失令一旦下达 你必须帮我彻底扫除铁王党 不论用什么办法 怀师整个人都傻了 铁王党不是你们路民馆的狗腿子吗 你都说是路民馆的狗腿子了 又不是我的 琥珀冷笑 你以为路民馆内部就没有斗争了吗 沉默里 怀师震惊地看着他 许久 发自内心地问道 你们这路民馆怎么还没玩完 你看看人家东下谱系 你再看看你们盈州谱系 不说体谅 光看办公室分为何人事关系 都被甩了十万条接出去 这狗心狗面的 怎么跟人家斗法 这叫企业文化 怀师 琥珀的手机在指尖滴溜溜地转着 天文汇的号码若隐若现 帮不帮一句话 怀师摇头 无奈叹息 有一说一 你一句话就让我帮你搞铁王党 我现在也是个小喽啰 实在很难搞呀 他摊开双手 一脸爱莫能助的样子 等琥珀加钱 琥珀却却像是信了一样 理解得点头 既然这样的呢 那唯一款的事 帮 啪的一声 怀师没被烤住的手 就拍在桌子上 义正词言 我告诉你 我怀某人就最受不了漂亮姑娘 让我帮忙 正所谓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在我心里 我的朋友都好像我父母一样 你这个忙 我今天帮定了 话虽然说得挺好 但这里面的味道 怎么想 怎么都有点不对 琥珀看了他许久 终究是伸出手 那么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忘记了之前的不愉快 成功和公卿老爷 沆泻一气 狼狈为奸的极道分子 怀指素人露出了无害的微笑 顿时 会谈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中 落下帷幕 怀石吃完了猪排饭 擦了擦嘴 拍拍屁股准备走人之前 忍不住随口问了一句 对了 既然咱俩都够 嗨嗨 互相帮助了 那以后我们组的事情 岂不是得靠你多多关照一下了 在渐渐浮现的坑爹预感中 琥珀感觉再次头疼了起来 他开始思考 这一波 究竟谁当了谁的工具人 要不还是把他举报了算了 实际上并没有过多久 大家就都被放出来了 毕竟并不是真的要拿混种同盟开刀 只不过是察觉到 昨晚接近市区的斗争之后 给予的敲打与成见 小老弟你们闹过头了 懂吧 挨顿揍 走个流程就完事了 只不过 来的派出所 都能让自己的非法事业 迈出一大步 实在是超出了怀世的预料 想着以后和琥珀青郎被围奸的好日子 他就忍不住 想要唱起歌来 不过很快 他就察觉到 周围看过来的眼神不对起来 隐约有些厌恶和鄙夷在释放的所有人里 少有几个人的身上没有血迹和淤青 也更没有一个人像怀世一样春风得意 走路带飘 甚至还在笑 更不用说在门口和几个警察亲热道别的样子了 这个狗东西 别不是把大家给卖了吧 叛徒 这要不是在警示厅门口 恐怕几个大哥早就手起刀落 代替总会长老爷子剁了他的狗头了 那个啥 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怀世赶忙抬手要解释 可实在不知道 怎么让大家明白 人格魅力和讨喜成步的差距 还没想好怎么说 他就感觉到手机剧烈震动了起来 是怀旨组的财务宅间的电话 声音黄急 不好了 怀旨组长 山下出事了 宅间焦躁地说道 早上的时候 山下落头去接收总会长分配的产业 结果被怒罗组的人给扣下了 怀世挑起了眉头 同盟总部 升天幕和千叶礼帽 而宫景将两位客人送到门口 在一阵热络的客套之后 升天幕笑容满面地 送两位贵客上了车 挥手 目送着那一辆车渐渐远去 一直到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笑容渐渐地消失 一群贪心不足的混账东西 千叶冷声说 看起来都料定了 总无事令一下 我们这边撑不了多久 急着炸掉最后的油水了 一笔买卖而已 不要在意 千叶君 升天幕无所谓的挥手 无非是花钱买时间而已 对现在的我们而言 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 就在谈话之中 两人的手机同时响了起来 没过多久 升天幕汉手挂掉了电话 回头看向千叶 看起来老爷们 还算是说话算话 十分钟之前人 已经放出来了 等会儿劳烦龙二 你安排人走一趟 晚上组织大家吃个饭 该补偿补偿 总不能让人白白受罪 千叶欲言又止 神情复杂 怎么了 升天幕回头看过来 这个 千叶尴尬回答 是我这边出了纰漏 怒罗祖的那个混账东西 看到怀指素人被抓走了 就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直接把分配给怀指组的产业给占了 还打伤了两个人 哦 是这样啊 升天幕的神情顿时古怪起来 那我应该抱歉了 请你不要见怪 千叶龙二愣了半天 旋即紧张起来 攻身严肃地解释 不 在下 对此完全不知情 对总会长 也并没有任何不满的意思 只是还请您看待怒罗祖这些年 劳苦功高的份 饶过他们一次 我回去一定会重重责罚 嗯 龙二君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升天幕赶快将它搀扶起来 我不是对你不满的意思啊 你我之间相交这么多年 如果我真的动怒 又何必阴阳怪气呢 那 千叶不解 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 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升天幕贪手 无奈叹息 按照怀指的速度 恐怕那个什么怒罗祖 等不到你回去重重责罚了 没救了 等死吧 到此 第734章 谈 挂掉电话之后 怀师沉默地低头看着手机 他倒是想不到 自己才在警局里做了四个钟头 就开始有人打起 自己那一份蛋糕的主意 可所谓的疾到 就是这么冷酷又现实的地方 哪怕披着狭盗和仁义的外壳 也不能改变这一份冰冷的本质 早在昨天晚上 九我死了三个小时不到 九我家就被剩下的四大佬联手解体 核心产业被大佬们瓜分完毕之后 剩下的伤伤水水 依旧足够惊人 而作为其中表现最为优异的怀指组 也率先拿到了属于自己那一份的丰厚红利 两家生意火爆的夜店 一家赛马场 还有在三家商场之中 加起来整整有一层楼的地气等等 升天幕安排得妥妥当当 夜店是给怀指组扩展业务 和壮大实力的基本盘 地气可以细水长流地提供资金 而赛马场则是足够让人一夜报复的聚宝盆 而现在 当怒罗组率先占了自己一家夜店之后 就连地气和赛马场的交割 也开始出现起各种问题来 大佬给了你东西 你接不住 怪不了别人 旁边其余的组长们 有的已经被小弟接走 没走的也反而不着急 也不嫌弃这地方会气了 抽着烟在旁边观望 这世上再也没有比看别人倒霉更快乐的事情了 尤其是刚刚大家所有人都到了没 就只有这个人还能笑出声的时候 报应来了吧 老仔 没有让怀师等太久 很快 一个电话号码就发到了怀师的手机 怒罗组组长的电话 怀师拨号打过去 可是漫长的时间里 却没有人接 直到自动挂断 怀师平静地再次拨出 再次自动挂断 直到第三次 才有一个不耐烦的声音接起来 麻烦死了 我这边还在忙着呢 那个不快的声音说 哪个 怒罗组的 怀师开口 平静地问 我是怀指素人 你这事儿是不是不地道 嘿 另一头的人惊讶了一下 旋即隐约听见了他跟旁边人说话的声音 听见了吗 怀指组的人给我打电话了 哈哈 很快 声音再次响起来 好像开了免提 瞬间嘈杂了起来 哎呀 怀指组长 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出了一点意外 就弄得大家都很没面子 还请你多多包涵 意外 怀师问 是啊 意外啊 那个男人笑呵呵地说道 不如这样吧 怀指老弟你刚出来 不如我来请客 做东帮你去去晦气 咱们好好聊聊这件事怎么样 怀师叹了口气 懒得再跟他继续墨迹了 山下呢 什么山下 被你扣下来的那个 怀师问 你总要让我知道 他是死是活才有的痰吧 另一头人的哼笑了一下 一阵细碎嘈杂的声音之后 有推开门的声音 什么沉重的东西 掉在了地上 模糊的怒喝之后 又是一阵嘈杂的声音 竟然还能动弹 真是条硬汉 山下是吧 你们的组长给你的电话 说两句吧 组长 山下嘶哑的声音响起来 是我 怀师问 还活着吗 嗯 那看起来你运气不错哦 起码人家 还给总会长留了点面子 以后我不在 这种事情不要和人计较 免得东西没拿回来 人白死了 你以为葬礼不要钱的吗 怀师冷淡地训斥了两句之后 告诉他 你好好休息 剩下的交给我就好 砰的一声 隐约有闷横响起 很快 那个声音再次传来 喂 怀侄老弟 我可是都听到了 诺罗组的组长冷笑起来 你这话 未免太刺耳了一点吧 我们直白一点怎么样 怀师轻声问道 我现在 从警局里出来了 还算完整 没人抓去坐楼 可你打算怎么办呢 将错就错 还是说借坡下驴 学哪样 都看你 怀师一强硬起来 另一头的语气 反而无奈起来 哎呀 瞧你说的 我这不是没注意吗 既然怀侄老弟 你都出来了 我也不好意思站着不放啊 他停顿了一下 话锋一转 不过 按照道上的规矩 拿到我手里了 让我再吐出来 怎么都要给我留点东西吧 好啊 怀师笑了 你想留多少 一半 怎么样 怒罗组组长说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以后也能 这就急着喝结拜酒了 怀师打断了他的话 告诉他当面谈怎么样 隔着电话 未免也太没诚意了一些 行 你来 怒罗组的组长 听出了话中的意味 冷笑起来 我等你 他说了个地址之后 电话挂断了 怀师收起了手机 揣进病号服的口袋里 他直接被警察 从医院里带出来 现在都还没来得及 去换一身衣服 走吧 他对上也说 不要让人家久等 刚刚才拆了绷带 从医院赶来的上爷脸上 还残留着缝针的口子 听到怀师的话 不由得愕然 不去换身衣服吗 不用 白衣服正合适 带点条纹显的俏皮 端庄又活泼 不好吗 怀师挥了挥手 向着其他几位 还没走人的组长汉手道别 那么 大家晚上再见吧 到时候再喝杯酒 续一续情意 目送着怀师走上车 留下来的人 互相看了一眼 接下来 有好戏看了 见面的地方叫做禅 Lift House 如今京都东山区 生意最为火爆的 几个夜店之一 同时也是生天目分 给怀师祖的地方 在抢了怀师的东西之后 又约怀师在他的地方见面 尚也明白 这次会面恐怕难以善了 在叫了人之后 下车之前 还从工具箱里 拿了一把手枪出来 检查了一下子弹 踹进了口袋里 这么慎重的吗 副驾驶上的怀师看着他 摇头 没必要 尚也认真地提醒到 怒罗祖的组长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黑吃黑不知道多少次 下手很毒的 老大你 也要小心一些 是吗 真巧 我也很喜欢黑吃黑 大家一定会有很多 共同语言 怀师推开车门 走上了台阶 在白天 还没到营业的时候 面前空空荡荡 看不出晚上排队的盛况 敞开的门后面 黑洞洞的 还没有怎么开灯 有几个清洁工 还在拖地和打杂 只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侍者 站在门前 看向走上来的怀师 我来见怒罗祖的人 怀师说 带路吧 是从扫了他们两人一眼 看到怀师身上的病号服 眉头顿时皱起来 抱歉先生 衣冠不整的客人 比电书不招待的 说话的时候 神情端庄又严谨 好像不知道怀师是什么人 可是却藏不住眼神里的慌张 明显是得了里面的兽益 想要给怀师一个下马威 让他丢点脸 上野大怒 想要扯他的领子 可肩膀却被怀师按住了 他拍了拍上野 事已稍安勿躁 再回头问道 那怎么才算是整齐呢 适者一愣 原本都做好挨揍的准备了 可是却没想到 对方脾气这么好 顿时茫然了许久 才继续说道 起码要有一条领带 领带 我有啊 怀师笑了 还是从警示厅里拿的 不知道符合不符合 你们这儿的标准 说着 他伸手 从病号服的口袋里 抽出了一副明晃晃的手铐 提起来 晃了晃 丢给身旁的上野 帮我给他挂上 上野笑了 好嘞 适者脸色大变 守在门后面的两个手卫冲出来 正想要说话 就看到怀师轻描淡写地 向前推了一把 然后再推了一把 在骨骼破碎的声音里 两人同时闷哼一声 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 大口地吐出肺腑中渗出的血腥 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你看 又多了两条领带 都给这位挂上吧 怀师低头瞄了一眼 倒在脚边上的人 回头向着上野吩咐 上野咧嘴 露出满口的鲨鱼牙 愉快地微笑 然后一拳砸在逝者的脑门上 不顾挣扎 将他压在大门的青铜把手上 手铐干脆利落地绕过脖子 拉擦两声之后 一条铁领带就挂好了 然后是两条制服领带 也挂在了脸色战红的 侍从脖子上 这样够了吗 怀师低头问 逝者艰难地喘息着 双手胡乱地挣扎 可是却扯不开脖子上的镣铐 只能用力地点头 眼神祈求 于是 怀师汗手 收回视线 走进了大门 后面 尚也端向了一眼自己的杰作 臭美了一番 还掏出手机拍了张照 才赶快跟了上去 一路 畅通无阻 终于在舞池的旁边 见到了被丢在地上喘气的山下 还有两个在旁边奋力踢打的人 卡座上 抽着雪茄的中年男人 回头看过来 挑起眼睛 哎呀 真的来了 怀罗组的组长嘲弄地笑起来 长得不错呀 你就是怀之组的那个小白脸 怀师继续向前 恍若未闻 只是伸手 从上野的口袋里掏出了枪 然后对准那个人的脑门 扣动扳机 砰的一声 然后 枪口掉转 对准了另外几个 脸上还残留着细血怪笑的人 砰 砰 砰三声巨响 完事了 在蛋壳落地的清脆声响中 再也没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短暂的寂静里 怀师低头 凝视着那一张残存着嘲弄的面孔 微微汗手 对 我就是 他礼貌地回答 紧接着 才有尖叫的声音响起 不远处几个人摊在了地上 还有的人想要冲上来为组长报仇 而上野已经从怀师的手中接过了手枪 朝着他们露出了自己引以为傲的鲨鱼牙 转瞬即逝的火光亮起在西面 等到埋伏在各处的疾道们冲出来之后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只有那个男人坐在尸体旁边的椅子上 拿起桌子上的威士忌 仰头痛明 放下了酒瓶之后 便看向了他们 我们已经谈完了 双方对结果都很满意 那个恶鬼一样的男人坐在阴暗中 抬起野兽一样的眼瞳 轻声发问 现在 还有人想要跟我谈吗 第735章 交易愉快 这时候 应该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 为组长报仇 然后因者隐从 所有人奋发斗志 为组长报仇 跟怀直组的下三滥拼了才对 但是被那一双眼睛看着的时候 连空气都好像冻结住了 没有人说话 僵硬在原地 哪怕人数胜他们十倍 火力胜他们百倍 没有人有意见吗 怀直问道 我比较喜欢直白说话 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直说 伴随着他的话语 门外传来惊叫的声音 紧接着低沉的脚步声 不断地响起 怀直组的成员们 带着长枪短炮 已经鱼贯而入 自外而内地 把持了所有的地方 寂静之中 再也没有人说话 只有舞池的台阶上 鲜血一点一点低落的声音 星红的色彩扩散 映照在那个男人的眼瞳之中 那一抹飘忽的星红 像是带着不可思议的魔力 自精致的伪装之下 揭露出恶鬼的争鸣本质 积攒着暴虐和力量 等待着宣泄和解放 只需要一粒小小的火花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人后退了一步 紧接着 有打刀郎当落地的声音响起 在上野的呼喝声中 所有人都渐渐地放下了武器 面如土色地举起了双手 很好 看来大家都是民事里的人 怀是汉手 那么 有管事的人在吗 怒罗组的组长 没了 就落头吧 哪位 所有人的视线 都看向了人群后面 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的脸色 顿时难看了起来 张口想要说什么 最终却闭上了嘴 推开前面的人走上前来 我就是 他说 怀师低头看着手里的酒瓶子 忽然问 之前我和你们组长聊的 你都听见了吗 若头脸色铁青的点头 很好 那就这么办吧 怀师点头 就和之前说的那样 按照怒罗组组长的遗愿 这家店以后的营收以后分他一半 算一算 一次性买断 多少钱 在电话里 宅间劈里啪啦 按了半天的计算器之后 开口说道 根据之前的营业额和估算 四年内 抛除掉其他股东和经营费用 最理想的状态下 我们能到手的收益 大概在五千万美金左右 一半 两千五百万 账上的钱够吗 怀师问 山田辉那边后续送来的尾款 昨天已经到账了 暂时是够的 宅间说 那就打过去吧 说话要算话 怀师撑着下巴 随意地挥了挥手指 给他多请几个高僧 买几个法号 找块好地方 让他往生极乐 短暂的寂静之后 清脆的提示声 从地上尸体的口袋里传来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怀师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放心地查看 当若头翻出手机的时候 便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瞠目结舌 钱真的到账了 若头的脸色越发地难看起来 艰难地抬起头 看向怀师 他不觉得 眼前的男人 是个什么信守承诺的艺人和圣者 也不会真的脑抽 以为他是个说话算话的好人 可不论怎么想 都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还有这么做的必要 在死记里 怀师端起服务员 战战兢兢送上来的第二瓶波本 自真自引 忽然问 现在的话 这家店可以算得上是 我的东西了吗 若头僵硬地吞了口吐沫 点了点头 那么 那我们算是完成了一桩买卖 怀师拿起另一个杯子 放进他的手里 抬手和他碰杯 交易愉快 那一双静谧的眼瞳 静静地看着他 无声地等待 直到他在无力说什么 引进了杯中的酒 交易愉快 很好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了 怀师倚靠在椅子上 低头 端向着他的样子 好奇地问 你们来到我的店里 为什么不打领带 下午的时候 还没有从产业的纷争 和地盘的争夺中 回过神来 就有两个炸弹一样的消息 扩散到了每一个 同盟成员的面前 第一个消息是 怀罗祖和怀指祖之间的 产业争端 圆满解决 怀罗祖 从怀指素人手里 拿了2500万 怀指祖竟然低头了 真的低下头 乖乖地给了钱 一时间 已故得怀罗祖组长的江湖地位 得到了史无前例的 加强和提升 这最后一笔买卖 实在划得来 每个怀罗祖的成员 分享这一份喜悦 捏着手里的红包 一时间都予有容颜 相比之下 第二个消息 实在不值一提 从此之后 就没有怀罗祖了 在所有领导层的恳请 所有成员的一致认同 和要求之下 大家坚决地执行了 新任组长的命令 然后将怀罗祖的地盘 人手和财产 全部都并入了 怀指伤势的旗下 不但拿了钱 跳了槽 而且还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这一波怀罗祖赚翻了 怀指祖血亏 所有人对高层英明 睿智的决策 无不交口称赞 这时候 距离怀师走出警示厅的大门 刚刚过了一个半小时 而怀罗祖组长的死讯 已经送到了四大佬面前的桌子上 大家怎么看 升天木开口问道 不必避讳我和怀指之间的关系 虽然我是总会长 但在这里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权献狗小编 想要和大家在评论区里讨论一下 可是没有人说话 在升天木沉默的凝视里 荒川放下手里的雪茄 叹了口气 率先担起了黑脸的角色 之前虎王祖可以用报仇血恨来解释 但这一次 怎么说 都有些做过头了吧 在以前 不经过吴大佬的准许内部私斗 是要血劲儿亡的 洛河家的女当主汉首赞同 怀指素人这一次做得也太过头了一点 千叶呢 升天木说道 你怎么看 千叶龙二面无表情地抽着烟 最后 将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 怒罗祖是我的人 这一次是我管教不当 责任在我 但是怀指素人不经过准许 杀掉自己的同盟 实在是太母无规矩了 对吗 升天木代替他将后面的话补充完毕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老人叹了口气 我知道大家觉得 我看重怀指 不会让他有什么事情 实际上 我是打算这么做的 但是 我不能允许同盟的规则被破坏 这件事情上 我赞同你们的看法 其他人恶然了一瞬间 既然如此的话 升天木忽然开口 不过 在那之前 希望大家能看看这个 秘书走上前来 将打印机里刚刚出来的资料 分发到每一个人的手中 从昨晚到现在 九我家倒台之后 九我家的死忠余孽 已经发起了四次反扑 但这都不值一提 已经全部被扑灭 但是 同盟内部的摩擦和争斗 包括怀指组和怒罗组之间的这一次在内 一共出现了13次 见血的有11次 闹出人命的总共3次 其中有两个组长 已经被我亲自责罚 他们的手指头在这里 升天木抬起手 将两个小盒子丢在桌子面上 神情平静 但是这不是两根手指 和几个人头能够解决的事情 寂静中 所有人看着手中的资料 皱起眉头 哪怕在同盟的弹压之下 因为九我家产业所引发的争斗和摩擦 依旧还是出现了 财博动人心 这固然有所理由 甚至其中好几家 在之前就早有机缘 能够在仓促之间 能够依旧保持平稳 没有生乱 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乱子 已经可以说是弹压有利了 但这无法掩饰 对于规矩的触犯 规矩才是一个极道组织生存下来的关键 但当抛弃了社会的法律 投向暗中之后 反而更仰赖于规则的存在 只有有了规则 游戏才有完 大家的存在才能长久地延续 而现在 随着总务势令的阴影一天天压下 在其他组织的压迫之下 所有人都已经窥见了 同盟内部所萌芽的混乱预兆 此风不可掌 洛河家的女大将冷声说道 我觉得 有必要从严处理才对 我赞同 荒川也罕见的 没有唱反调 千叶龙儿沉默许久之后 苦笑着摇了摇头 看向了升天木 我觉得 总会长你恐怕 早已经有所打算了吧 我觉得吧 与其强力弹压 倒不如顺应名义来得更好 升天木苍戒开口说道 以前的规矩 是为了维持稳定 但这个局面 稳定还有必要维持吗 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 敌众我寡 既然看不到远大未来 那么就 只能看现在 就算是我们压下这一波 又能怎么样 赌不如书 就算有所后患 也能够撑过这一波 再慢慢解决 老人抬起头 认真地说道 诚然规矩很重要 极道的本质 就是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 倘若我们连这条准则 都遗忘了的话 又和在老鼠窝里 当霸王有什么区别 既然有人对分配不满意的话 那大家就各看本领吧 荒川本能地想要反对 可是却没有说话 洛河有李子神情变化 最后保持了沉默 而沉思中千叶龙二终于反应过来 喂 老头子 你该不会是打着 在总务势令之前练兵的打算吧 稳定惯了 想要让他们想起 自己是个见不得光的疾道 还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总要费点功夫 升天幕敲了敲烟杆 眉毛低垂 就当给孩子们练练手吧 总要让人知道 自己有几分血腥在 只要不动枪 损伤不大 都在承受范围内 已经分下去的 自不必不说 至少没分下去的东西 大家可以凑一凑也拿出来 至于同盟的威严 大家也不必担心 这里放松了 其他的地方也可以收紧 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把自己家下面浑水摸鱼 别有用心的家伙清扫一批 全面备战 说着升天幕不紧不慢地 将早已经拟定的条尘放出来 俨然早有准备 面面俱到 不知道多久之前 就在准备这一份东西了 而且对于接下来的利益划分 和职权的分隔 也明显早就有了安排 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 况且 大家也早就对如今同盟封散的状况 有所不满 一直到最后 反应最迟钝的荒川才想起来 这他娘的 说到底 还不就是在包庇怀指诉人吗 甚至还在变相地给他发奖励 第736章 光明的未来 午后 怀指伤势的办公室里 在今天晚间的宴席上 所宣布的 应该就是这些内容了 电话里 升天幕的声音传来 怀指君 消息已经透露给你了 到时候可不要掉链子啊 好的 我明白了 怀师恭敬的回应 多谢您的庇佑 在下感激不尽 升天幕好像笑了起来 那低沉又模糊的声音 分不清究竟是喜悦还是调侃 意味深长 你我之间虚伪的话 大可不必说太多 升天幕道 反正 你要的机会 老朽给你了 能不能把握住 看你自己 营州的传统 不是下课上吗 怀师好奇地问道 总会长 对我这么纵容 不怕我这是个不知恩义的无耻之徒 在背后反噬吗 哈哈 别开玩笑了 怀指 还有谁能够像我一样 给你这么多吗 升天幕吃笑了起来 想要代替老朽在同盟中的地位 只凭现在的你 完全不够啊 这么天真的梦想 三年之后再说吧 怀师挑起眉头 我倒是觉得 用不了一年 没关系 我们拭目以待 电话另一头的老人大笑起来 这一次 满是愉快 单波那圈这么狭窄的地方 什么时候才能容不下你呢 电话挂断了 怀师抬头看着窗外 渐渐泛起昏黄的阳光 回头 将手机丢到了桌子上 朝着桌子后面 坐立不安的上野笑了笑 都听见了吧 小事而已 不必在意 他拍了拍上野的肩膀 示意他不必担心 怒罗祖的事情 就算是这么结果了 你回头配合一下山下 做好新人的整合 能派上用场最好 派不上用场的家伙 干脆踢除出去就算了 告诉他们 怀指伤势 可以多行善事 啤酒管够 但怀指组不养废人 连一杯水 都不会给无关者解渴 是 上野俯身 恭敬的应鸣 可是却没有离去 欲言又止 怎么了 怀师 怀师抬起头 犹豫了许久之后 上野终于不安地问道 老大 您刚刚电话里说的 是真的吗 嗯 你是说什么 就是 就是 上野磕磕巴巴的 终于鼓起勇气 将刚刚怀师的话 复述了一遍 就是 下课上 代替总会长的那一段 您真的打算 哦 是啊 没错 怀师的手里 赚着签字笔 毫无任何隐瞒 虽然我和老头之间 有约定 但这一段 合作关系的密月期 恐怕也只能 延续到 总务市令 结束之后吧 到时候没有了 外部压力 老头也不会准许 一个毛头小子 在自己眼前 跳来跳去了 正巧 我也不打算 让一群老家伙 骑在自己的头上 他停顿了一下 轻声问 总会长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上野愣住了 目瞪口呆 怎么 怀师笑了起来 接受不了 不不不 再下 上野急得语无伦次 连自称都连续换了好几个 到最后 激动得脸上的刀疤 都占红了 猛然俯身鞠躬 扯着大嗓门 震声回答 不论发生了什么 在下 都会一声玄命 追随在老大左右的 怀师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眉头挑起 像是愣住了 很快 便笑了笑 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必那么激动 上野 你对我的忠诚 我是知晓的 那么之后 也要你多多关照了 上野汉手 再次深深鞠躬 这才兴奋地告辞 转身离去了 等办公门关上之后 怀师的笑容 才渐渐消散 恶所替代 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他皱着眉头 意识则以 绍斯命的圣痕 作为桥梁 叹如被自己隐藏 在其他地方的 迷梦之笼里 然后才发现 乱了套了 忙着卧底的这一段时间 怀师没有管那群乌鸦 结果这群家伙 已经彻底地玩疯了 每天原制化之后 悄悄伪装成普通的乌鸦 混迹在本地的鸦群里 然后靠着自己的体格和力量 频频出没于 街头巷尾 便利店 音像店和书店里 最后悄悄卷回来 一大堆不可言说的物品 堆积如山 甚至还有一波 狂热的爱好者 偷偷拉了电线 从街上捡了 别人不要的旧电视机 和播放机回来 每天昼夜观赏 至于另一波 没怎么掺货的乌鸦 也不是什么好货 如今正围着怀师 留给他们玩的手机 围成了好几圈 然后小爪子 娴熟地在屏幕上拨动着 随着各种手游 抽卡界面上 喷出的光彩 狂热的欢呼圣灾 一旦出了SSR 就高兴得跟个什么一样 而且这群家伙学经了 怕悄悄从怀师账户上 课金被发现 都是靠着街头巷围 捡硬币 和去便利店搞充值卡 鬼知道 他们是怎么在柜台 把这玩意儿给激活的 而且这群乌鸦还轮流来 每鸦一次 沉传了就如丧靠笔 遇到一些出货的 就活灵活现地 叼着手机到处跑 恨不得让每只乌鸦都看到 很快就会被按在地上 再加上那群 每天泡在抚梦毒池子里的 自己的大群 黄赌毒三样 竟然都凑齐了 你们这究竟是什么群啊 怀师气得脸都绿了 恨不得立刻发起整风运动 但现在 他却顾不上弄这个了 主要的精力 全部都投影在 迷梦之龙的下层 最新开辟出的一块区域里 在邵思命圣狠的投影之中 竟然隐隐绰绰地 出现了一群模糊的人形轮廓 清晰程度各有不同 但最清晰的几张帘里 有一个怀师 却印象深刻 上野 绝了 他的投影 怎么会在这里 怀师整个人都傻了 迷梦之龙和自己的圣狠绑定 上野的原质投影出现在这里 这就代表着 他已经在邵思命的天命 覆盖范围内 究竟怎么是回事 这不是很简单吗 童鸡的身影从他身旁浮现 笑容变得古怪起来 你该不会忘了吧 怀师 质子的长成 本身象征着 从幼小到庞大的发育 族群的成长 放在地狱大群之上可以 为何不能放在人之上呢 兽化特征者 本身就有着深渊的特质哦 之前李建真希 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 他受到了你的引导 才得以踏上升华之路 如今绍思命的天命之中 也有他的一部分了 你的意思是说 怀师目瞪口呆 说起来 在盈州的集道里 清分这个词 除了是对老大的尊称之外 还有父亲的意思哦 童鸡的笑容 越来越幸灾乐祸 那可都是你的孩子哦 怀师 哈哈哈哈 不对啊 为什么之前没有 怀师完全无法理解 你知道一个升华者的灵魂 能够抵得上多少 普通意识的重量吗 之前怀指伤是 鸽子弹大小一点的地方 五六个人 七八条枪 满打满算 一百多个人 统鸡说 在你合并了怒罗祖之后 怀指祖的存在 才勉强达到了族群的标准 被绍斯命士做一个整体 纳入了笼罩的范围内 怀师沉默地凝视着 眼前怀指祖的投影 许久之后 缓缓抬起头 心中恍然 也就是说 没错 一旦向你效忠 怀指祖的成员 就一定会算在 绍斯命的天命范畴之中 所助长的 不只是少斯命的力量 你对他们的掌控 也会越来越强 童鸡在他耳边轻声呢喃 恰如魔鬼的低语那样 剩下的怎么做 用不着我教你了吧 非法组织运营 LV12的怀师同学 就好像一扇全新的大门 被推开了 怀师的眼前一亮 许久之后 怀师从假妹中睁开眼睛 抬起手 绍斯命的圣痕 突破了伪装之后 圆痣鼓动 呼唤着远方的迷梦之龙 降临在此处 落入了他的手中 怀师的手掌微微晃了一下 在空空荡荡的鸟龙缝隙中 便有丝丝缕缕的白雾扩散开来 来自抚梦的泡影渐渐扩散 悄然地覆盖了整个怀指伤势之后 那细碎的圆痣波动 迅速地隐匿 随着鸟龙一起消失不见 怀师仍闲不够 手掌展开 燃烧的惊奇浮现 买骨圣索的大门打开 随着惊奇的顿落 重叠在了此处 腐烂之梦和买骨圣索 两层同出一员的力量彼此掩饰 迅速地就隐藏起了踪迹 将整个怀指组的本部彻底覆盖 接下来 在这个范围内 他才能够更好地施行 绍斯命的力量 有了这一份天命和奇迹在手 怀师就能够彻底地把持 和控制自己目前的组织和人力 甚至更进一步 扫除掉原本未曾发现的隐患 他拿起了融入签字笔中的惊奇 翻开了桌子上的记事本 开始飞快地整理起面前的状况 和接下来的计划 同盟内部即将到来的争斗 将直接影响到自己 在同盟内部的话语圈 而紧随其后的总务势令 对整个单波内圈 都将是一个苛刻的考验 盈州的公家 武家 天文会和绿日 同盟和其他集道之间的争斗 乃至单波内圈的混种 很快 原本千丝万缕一团乱麻的状况 就被梳理得一清二楚 在总务势令下达之前 公家和武家的注意力 不会大量倾注在 这群他们自己 都看不上的集道垃圾身上 而在混种的暴动 和神城未来所带来的灾难 扩散开之前 单波内圈依旧可以保持 自己自生自灭的状态 哪怕时光短暂 依旧是足以把握的时机 首先逐步把控同盟内的权力 抵御总势令所带来的影响 在彻底扫除神城未来的隐患之后 便能够从容地给单波内圈 带来新秩序 如果要长远计的话 那么必然要把饮水 食物 医药 教育和工作等等方面 也列入考虑范畴中 这几个一个比一个不好解决 一个比一个敏感 怎么感觉越来越像是造反计划了 怀石捏着下巴 终于反应过来 可以预见 倘若一个搞不好 恐怕到时候 下场会很惨烈 是个得罪人的活儿啊 怀石愉快地吹了声口哨 感觉林家老爷子说的有道理 像自己这种喜欢拉仇恨的人 不走孽叶之路 真是可惜 这么大的仇恨值 不能分润小时酒一笔 真是可惜 不过 自己要不要暂时先安排一条退路 这么大的事 天文会能照得住吗 怀石好奇地呢喃 啊 姑且还在解决的范围里 以你的能力和深厚的关系 统侠局还不至于 把你送上伦敦法庭 然后塞进海沟监狱里 监控中 冷眼旁观到现在的爱情 总算发出声音 恐怕到时候最好的结果 混种得到了暂时的秩序 而你失去了自己职位 和所有的信任 滚回象牙之塔交书 一辈子被列进线近黑名单 大家有光明的未来 是吗 听起来真不错 怀石汗手 沉思许久之后 忽然笑了起来 到时候我没法出门 你会经常来看我吗 寂静里 无人回应 懒得理他 别不理我嘛 当原本混乱的思绪安定下来之后 怀石的心情顿时也愉快了起来 说起来 当老师其实很有意思的 我有两个学生你知道吗 一个捏坏捏坏的 看起来很好欺负 另一个太过震惊了 又很容易相信你 让人不好意思欺负 虽然都有一点缺点 但他们两个都很可爱 我觉得 他们将来一定都能够成为 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 嗯 还差一点点努力 怀石抬起手 大拇指和食指 比划了一个缝隙的距离 笑容平静又惬意 在漫长的时间之后 爱情终于再次发出声音 你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对吧 怀石 一清二楚 怀石汗手 为什么 你应该知道 这里发生的一切 和你没有关系 啊 这个啊 大概是烂好人心态作祟吧 怀石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起来 因为想要做一点好的事情 想要自我满足 想要试着阻止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 爱情不再说话 嗯 怀石疑惑起来 不劝我吗 劝你会有用吗 没有意义的无聊话 大可不必浪费时间了 爱情的语气毫无起伏 冷淡又疏离 希望你能明白 人总要 为自己所做的负责 抱歉 怀石双手合十 由衷地感激 谢谢你 通讯关闭 再无任何声息 十分钟后 单波内圈的暗像里 啥玩意儿 摘了码头套之后 改头换面的托尼拿着手机 不敢置信 怀石那个王八蛋撂挑子了 确切地说 嗯 是要扎根单波内圈 打入绿日的内部 进行一项长期的任务 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充满了鼓励 总之 加油吧 托尼老师 陷阱的安全 接下来就要靠你了 电话挂断了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托尼低头看着手机上通话结束的显示 眼泪不争气地快要流出来 究竟自己这个可怜的工具人怎么活 你们这对狗男女才会满意 第737章 暂住 短短一日 从总会长上任之后 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连续的变化 让人还来不及摸到头脑 上午的时候 被抓了一连串的人 底层成员还寻思着 这波要严打 要暗底的人都打算避避风头 结果中午饭还没吃完 人就被放出来了 好像还跟警示厅 有了什么订钩子交易 结果下午还没完 怒罗组就没了 原本收拾东西准备跑路的人 顿时觉得 这次总该出事了吧 然而 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怀直组轻而易举地 吞掉了怒罗组所有的产业 从头到尾都顺畅地 跟两边排练过 不知道多少次一样 在完颜开始之前 就有新的消息 流传在了集道们之间 嘿 听说怒罗组那事吗 对 组长死了被吞并了 对对对没错 就是那个 其实早在这之前 怒罗组的落头和干部 就已经是怀直组的人了 组长早已经被架空了呀 你想想 要不然怎么会这么顺利呢 连都报仇的口号都不吆喝一下 全线投降了 唉 可怜组长啊 到死都是个糊涂鬼 惨哪 种种乱七八糟的留言里 还有人会声晦涩地讲述着 怀师一走进了大门 虎躯一震 怒罗组的落头就拔出枪来 从身后把自己老大给毙了 跪地倾降云云 简直好像是身在现场 亲眼所见一般 真的不能再真了 还有的人说 早在怀直肃人入主藤本组 就大发人 心请了整个单波内圈的人喝啤酒 当时怒罗组的落头 就当众拍了桌子 故左右而言 此真无主眼 而这怀直肃人 来历也不一般 面容俊秀 性格残忍 就好像酒吞童子重生一般 如同天上将某种 真是人间太碎神 为了不让人防备自己 还假装自己是个牛头人 把以前所有知道真相的人 全都杀了 灰都扬进京都湾里去了 就在升天木家的大门口 给大哥开车的小弟们 蹲在门口旁边 分着烟 晦升晦涩地 传述着自己 从七大姑八大姨那里 听来的玄幻版本 旁边那个来蹭烟抽的年轻人 听了撇嘴 要我说 也没你们这么玄乎的 怀直肃人 还不就是一般人吗 跟你们一样 一个鼻子两个眼睛 哪里有传得那么厉害的 切 说的 好像你见过一样 刚刚说话的男人不乐意了 瞪眼看过来 年轻人一愣 像是 被问住了 不瞒大家讲 我是见过的 说话的男人黑黑笑了起来 做了一口烟卷之后 眉飞色舞地说 那天怀直组发啤酒的时候 还是怀直组的组长亲自给我的 我说有冰块吗 他还说 不好意思 都发完了 下次改天 咱们来继续喝 哎呀 那啤酒味道真是不错 说到这里 那个人巴搭了一下嘴 回味着免费的啤酒味 真的假的 旁边的人不可置信 废话 道上的人 谁不知道我不说谎的阿姨 刚刚的男人拍着胸口瞪大眼睛 那还能有假的吗 来蹭烟的年轻人 把烟抽完了 笑呵呵地 坐在旁边的台阶上听着 直到旁边的人 推了推他的肩膀 指了指远处脸上戴刀疤的男人 你们老大叫你呢 啊 好的 谢谢 年轻人起身 拍了拍膝盖 向着其他人摆手 下次大家再接着聊啊 我先走了 一片硬和和道别的声音里 年轻人笑着走向了远方 等在门口的凶悍男人 只有一个聊久了 想要起来上厕所的人 再回头时看到了 那个凶悍的男人 竟然向着年轻人 恭敬地低下头来 老大 这附近的便利店里 没什么熟食了 只有一些面包 上野拿起手里的袋子 恭敬地送过去 面包也行 没那么挑 怀师从里面挑了两个出来 剩下的你也吃点吧 不是说就要晚宴了吗 到时候乱糟糟的 恐怕又吃不成 还不如先垫一点 省得饿着肚子跟人扯皮 怀师靠在门前面的树下 好像无关者一样 看着门前人来人往 有好奇的人看过来 视线很快就移开了 顶多是心里说几声 哪家的小弟 这么不懂规矩 跑到前面来碍眼 而门前 那一排迎来送往的 惊悍男人 则目不斜视 根本不敢往那边看 只是机械式的 鞠躬弯腰欢迎 但很快 怀师面包吃完了 袋子叠起来 塞进口袋里 擦了擦嘴之后 接过上野递上来的瓶装茶 喝了两口之后 总算感觉肚子里 有了点东西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进去 你在外面无聊的话 就随一点 没必要在这干站着 怀师回头吩咐了一句 走了两步走会后 又拍了拍脑袋 回过头来 对了 总不好意思 白抽了人家的烟 等会儿帮我买几瓶啤酒 要冰的 他轻声笑了起来 就说是上次冰块用完了 这次补给他们的 上野一脸茫然 但还是恭敬汗手应声 而怀师已经走向前去 双手插进西装的裤兜里 轻松愉快地冲着远处 愕然看过来的司机们 摆了白手道别 升天墓地大宅之中灯火通明 厅堂里 两排长桌的两侧 早已经入席的人 在谈笑风生 端茶送水的下人们 往来奔走 而等怀师踏入之后 原本的喧嚣停滞了一瞬 旋即恢复了 这一次 倒是有不少人看过来 打破了之前的冷漠和疏离 何须地笑了笑 地位提升了 怀指君 盘腿坐在角落桌子后面的劳伦斯 谈了谭烟灰 不令赞赏地说 这一次干得不错 你是指哪件活儿 怀师在他旁边坐下来 全部 劳伦斯赞叹地瞥了怀师一眼 据说你在牢里 都能和陆明馆的人搭上关系 还真是厉害啊 就别旁敲侧击了好吗 想要知道细节就直说 怀师翻了个白眼 绿日对此好奇并不奇怪 同盟在警示厅那边 不可能没有眼线 想要捞人 总要探查一下情况 结果所有人都被弄了个够呛 就你一个人 不但没事 还有酒喝 有猪八饭吃 还和陆明馆的人见了面 如果不是对梨花信任有加 从不怀疑 升天目一升令下 把怀师这个狗东西抓起来 沉了京都湾都不奇怪 况且 这种事情没什么好隐瞒的 怀师干脆实话实说 陆明馆来的人是女的 嗯 反正说一半的实话 也是实话 劳伦斯愣了半天 看着怀师的面孔 烟灰都掉桌子上 才反应过来 发自内心的感慨 要我说 你这张脸 就他妈的离谱 天生的 我也没办法 怀师淡定地问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本来也没什么要问的 劳伦斯无奈摊手 但你最近动作太大了 大家都有点慌 你懂吧 怀师沉默了片刻 回答 接下来动作可能还会更大 劳伦斯想了想 开口安慰 怒罗祖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大事 你现在虽然是同盟的成员 但也是绿日的人 如果升天目的 要求太过分的话 你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实际上 这都是我自作主张 怀师倒是没有把 过往升天目的头上扣 总无势令迫在眉睫 总要想尽办法 增强自己的力量 话没说完 一双冒着绿光的眼珠子 就落在了劳伦斯的身上 看得劳伦斯心里发毛 怎么了 不是 绿日总不能眼看着 自己人水深火热吧 怀师凑过来 搓起了小手 能不能给我来点支持 劳伦斯忍不住想翻白眼 支持 你想要什么支持 他问 只要你点头 明天我就给你送 一百个全境通缉的 升华者过来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 都随你挑 保证能打 保证凶悍 但你兜得住吗 怀师也开始翻白眼了 劳伦斯真敢这么一送 人还没到 天文会的黑寒 说不定就到了 就没有不烫手的吗 他问 要不然 怎么叫绿日呢 劳伦斯说 绿日缺的不是 能打能犯事的人 怀指 缺的是像你这样 能够见得了光的人 绿日不会对你袖手旁观 也不会在明面上帮你太多 你还没到 亡命天涯的时候呢 绝了 绿日劝自己 气恶扬善 要不是场合不对 怀师恨不得 直接开始 绿日的光 这就邪门 行吧 怀师放弃了 继续耗绿日的羊毛 只能说 我自己想办法 去天狗山 拉一笔赞助好了 这才是他的目的 从一开始 他就没有太指望 绿日的帮助 只不过是 借此铺垫而已 一方面是清楚 绿日的性质 一方面也明白 自己的地位 他怀指素人 算哪根葱 不折不扣的 入火星人 刚打完了 投名状才几天啊 就相当于一个 刚签了合同的 新人来公司里 就想要领导们 重点培养 重点安排 真当绿日是你家 劳伦斯愣了一下 旋即响起 怀指素人的背景来 略微地恍然 荧州自古以来 相扑和天狗之间的关系 就密切地几乎分不开 和天狗相扑 迎来了一百个男人 立起的历史 各种天狗相扑的传闻 简直属之不尽 除了作为除魔圣地之外 天狗山本身也是 荧州的边境中 一直举足轻重的力量 同各个本土宗教 寺院乃至地狱中 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堪称一方民宿 荧州武林中的 名门正派 五月剑派之中的 老牌中间 哪怕怀指素人 和天狗山没啥关系 可怀师可是老相识了呀 有龙山方帮忙多方便啊 况且 也就是拿天狗山 做个幌子 给自己打掩护 又没想着 真拿什么东西 到时候 顶多让龙山方 发个空包裹过来 就完事了 就跟洗钱一样 你总要有个 能拿得出手的来源 才方便接下来施展 这样一来二去 自己手头的一部分装备 和力量 也能够洗白 不过 来都来了 总不能空手而归吧 怀师再次抬头 绿油油的眼珠子 看向旁边的劳伦斯 打定主意 要好点什么东西回去 紧接着 就听见一声娇柔的呼唤 怀指军 这里 这里 在上手的位置 升天木梨花 向着他娇羞一笑 眼波流转 热情招手 快来 第七百三十八章 选择 不去了 再见 告辞 怀师本能的 就想要起身走人 奈何着还是在升天木家 众目睽睽之下 怀师无奈只能冷着脸 过去怒斥一声 小声点 大呼小叫的 一点寒痒都没有 哎呀 人家这不是激动吗 梨花小姐脸颊飞红 害羞地低下了头 眼看着怀指素人 当众将升天木家的 掌上明珠讯的跟孙子似的 不知道多少人惊掉了眼球 就连原地的劳伦斯 都目瞪口呆 差点被烟头烫了手 此时此刻 每周流浪汉深刻地感受到 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 以及牛郎知道的广阔无边 这他妈才几天 第一天见面 第二天就钻进小房间 第三天 这他娘的 就如胶似漆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而旁边的人则看得更仔细 怀指素人坐下来之后 就全程冷着脸 梨花小姐端茶 倒水虚寒问暖 她却没给过一点好脸色 反而对着梨花大小姐呼来喝去 好像训斥女佣一样 实在是太过分了 而怀师 白眼已经快要翻到天上去了 想我了吗 旁边的梨花轻声问 怀师从牙缝里挤出声音 我想你死了 你就不能盼着我点好 你他娘的 能别弄这些花里胡哨的吗 确定柳东离怀里 嗡嗡嗡开着屏蔽之后 怀师压低了声音怒斥 我放着真正的小姐姐不要 包庇你这个王八蛋 你不回报 我就算了 能不能让我的名声稍微好点 我这不是为你考虑吗 省得外面别人说 你勾搭上路民馆的阿姨之后 就忘记了大明湖畔的梨花 柳东离抬起扇子遮住嘴 低声说 升天木老头也是要面子的 老子牺牲色相 不也是在捧你吗 请麻烦换个针的来 谢谢 怀师目不斜视 懒得和他废话 有事说事 神城未来的下落有眉目了吗 费了一天的功夫 找到了几个克隆人生产舱 但没有抓到本体 那个家伙藏得很隐秘 不过捣毁了一个实验室 找到了一点东西 你可以拿回去交差 递过来一个瓶子 里面空空荡荡的 只装了两颗胶囊药丸 怀师悄悄晃了晃 没有打开 塞进口袋里 这就是传说中万能药 主要成分是面粉 维生素和一点禁药 吃了确实能够感受到身体好了一点 但药效一退就没了 只是拿来糊弄人的安慰剂而已 你想说 神城未来潜入单波内圈 就是为了造假药 谁知道 抓到了他几个死中的信徒 那几个家伙都坚信 神城未来可以治好自己 并发症晚期的人 只要能够活下去 别人说什么都会信 也没办法排除 那个家伙 借助地狱里的力量做了什么 柳东离提醒道 上次他已经记住你了 回头记得小心提防 怀师皱眉 你独当这么多次 就找不到他藏身的地方 肉眼可见的 柳东离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下 回头瞥了他一眼 神情费解 怎么了 怀师问 不 只是惊讶而已 柳东离说 你好像每次都能猜得到 如果不是真的 从以前就认识你 我都要怀疑 你跟统侠局的高层 有什么关系了 别打岔 柳东离忽然有种翻白眼的冲动 独当这玩意儿 也是有局限的呀 彩虹桥 如果真要无所不能 陷阱还会是这屌样吗 况且 我一个退役的警备员 靠着单方面的共鸣 跳不了太远 怀师先是不解 但立刻就察觉到 他话中的未尽之意 神情严肃起来 你的意思是 神城未来 竟然会对彩虹桥有所防备 所以 才要小心戒备啊 柳东离说 所谓阴谋这种东西 多半有所痕迹 但倘若你顺势而为的话 想要找到线索 就会很麻烦 并不是神城未来 想要挑起暴动 而是酝酿这么久之后 所导致的必定结果 你就没觉得 这两天 单拨内圈的火药味 越来越明显了吗 怀师沉默 不受管控的破坏 铤而走险的犯罪 和狗急跳墙的斗争 更不要提及到 私下里的斗殴 和醉酒之后的争端 短短几天 怀师就已经快要 对这些消息麻木了 他从前 未曾在单拨内圈生活 也不知道这样的状态 是否正常 但如今的单拨内圈 哪怕是在 极到秩序的强力弹压之下 依旧无法抚平躁动的暗流 就好像屁股下的炸药桶 一个火花 两个火花起不了效果 倘若是一百个一千个呢 一旦秩序崩坏 只要有人在暗中 稍微鼓动一下 一场惨烈的流血暴动 恐怕就会爆发 失去了规则的束缚之后 道德的界限 在本能的面前不值一提 狂热 愤怒 痛苦和恐惧 在这些混乱的催化剂之下 最终眼前这脆弱的一切 都会分崩离析 想要解决 必须快刀斩乱麻 一切本来不至于 沦落到这种程度的 柳东黎轻声说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怀师 我知道 怀师端着茶杯 仰头引进了寡淡的茶水 抬起头 看向最上手的地方 当宴会进行到差不多的时候 总会长生天幕 终于率先放下了筷子 拍了拍手 清脆的声音扩散开来 瞬息间 原本细碎的嘈杂 尽数消失无踪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 匆忙地擦拭嘴角 扶正了衣领 侧身 聆听指示 放松一些 大家不必这么严肃 生天幕挥了挥手 随意地说道 今天找大家来 除了吃顿饭 联系一下感情之外 主要想要说的 就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一时间 所有人督下意识地 看向了怀师的所在 来了来了 细肉来了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处分环节 他来了 可声天幕却画风一转 胆慨着说道 就好像诸位所知道的那样 发生了一点 原本谁都没有想的摩擦 最后引发了双方 都受到伤害的结果 伤和气倒在其次 但谁又不知道 生命可贵呢 我理解大家 最近日子比较难过 也并不打算对此过于苛责 不不不 您随意苛责 最好多苛责一点 一时间 下面坐着等怀师 倒霉的人都急了 恨不得跳出来代替同盟 代替生天幕总会长 批了这个混账 但紧接着 生天幕画风一转 但是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并不意味着同盟会纵容 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 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行 三番两次的转折 当谁都摸不清 这老头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之后 生天幕才一脸沉痛地说道 老朽作为同盟的总会长 目睹了如此纷争 真是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啊 可归根结底 不能怪大家 还是如今经济不景气 连疾到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人想要活着 就总是要吃饭的 可哪怕就算老朽这里 天天宴请大家 又能养活的了几个人呢 人老了就喜欢啰嗦 一旦开始废话就说不住 从经济到商业 再从年轻人到少子化 最后再骂了一波 无能的首相和内阁之后 生天幕终于转入了正题 正所谓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在和其他几位当主商量过之后 老朽决定 将原本九我家 没有分配下去的产业 全部拿出来 而各家再出让一部分地盘和利益 最后综合起来 就是诸位眼前的这一切 就在一片骤然惊奇的喧嚣之后 生天幕深厚 一张庞大的地图和图表 缓缓地展开 无数资产堆砌在一起之后 几乎快要发出刺眼的光芒 让人目眩神迷 31家百清歌担子房 超过20家风俗店 9家剧场 2家异能事务所 11家赌场 4家建筑公司 19座工厂 4座电影院 12条街的店面 酒吧 夜厂 旅馆 投资公司 寺庙 码头 冷冻生鲜 酒厂 服装 地产 影视 娱乐 电子 几乎无所不包 几乎原本九我家所有的产业 都已经被放在了这一张榜单之上 外加由其他四位大佬的指头 奉稍微松开一点 露下来的庞然大物 到最后 汇聚成了一座 令所有赌徒们 都目眩神秘的讲池 我知道 有些人觉得 我们这些老家伙 吃着碗里的 总觉得我们太过吝啬和抠门 伤伤水水 都不能分润你们一些 升天木抬起眼睛来 莫然说道 不要再怪僧多周少了 各位 你们难道是议员里那群 每天比嗓门大小的废物议员吗 既然当了集道 想要什么东西 那就自己拿 现在 我把机会摆在你们的面前了 能拿多少 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你们想要机会 我给了 按照同盟的规矩 等随意赌斗 三日之内 但凡你们能拿得住 就都归你们所有 在死记之中 所有人都呆滞地凝视着那一张图标 粗重地喘息着 干渴地抿着嘴角 眼珠子都被烧红了 可是却没有人敢说话 升天木斧看着那些呆滞的面孔 眉毛挑起 怎么了 一个两个的 都不说话了 这会儿竟然谦让起来了吗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东西都摆在你们眼前了 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他停顿了一下 扫了一眼下面的人群 随意地问道 怀指君 有没有看上的地方 跟大家讲一讲吧 大家如此仁义 说不定就让给你咯 啊 我吗 怀师愣了一下 抬起头来 看向上面的地图和图表 嘴里 给升天木老头当足了捧根 真的是随便选吗 升天木摇头 废话 难道我还会专门拿这种事情逗你吗 不 我的意思是 既然东西都不错 为什么非要选呢 怀师忽然笑了起来 认真的问道 就不能全都要吗 第739章 兄弟有爱 岂不美哉 为什么要做选择 就在升天木的发问之下 怀师直截了当地 表现出了自己的态度 很简单 我全都要 他的指尖随意地转动着酒杯 抬起头来 环顾着四周 笑容细许 谁同意 谁反对 诺大的厅堂之中 甚至相较刚刚更加的寂静 可在沉默里 却又不知道多少人 如火山一般的怒火爆发 烧红了一双双眼瞳 就在所有人面前 说自己要吃毒食 甚至一点汤水都不打算留下 如此狂妄就算了 可你怀指素人 又是什么东西 也配在这里说这种话 怀指素人 不要太过分 寂静里 在上手的附近 终于有人克制不住怒火 拍桌怒斥 你真觉得自己能够一手遮天 同盟是有规矩在的 那么多产业 就算是 大家都不跟你争 你有那么多人吗 这时 有人在旁边 阴侧侧地补了一句 胃口太好 可是会撑死的 一时间不知道 多少怒斥与喝骂扩散开来 整个会场中的怒火席卷 汇聚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而升天幕却平静地喝着茶 就好像根本没有听见 虽然梨花告诉他 这一场危局的转机 多半要看怀指素人 可他顶了天能做的 也就是创造个机会 他又不是怀指素人的亲爹 干嘛事事都为他操心 难道还要把自己 白手起家的家产和部署 全部送给这个家伙 机会他给了 产业他拿出来了 发展壮大的机会就在眼前 可怀指素人自己作死 难道他 还能舍了这一张老脸 不要去给他垫在脚底吗 他屠啥 真要是个阿斗扶不起来 升天幕虽然很遗憾 但也只能另寻办法 而怀指素人 则淡定地要命 任由那些人喝骂 平静地抛弄着手中 拇指大小的酒杯 一直到那怒骂的声音 渐渐消退 才不紧不慢地开口 刚刚那位朋友说得很有道理 人手不足 这确实是个问题 他开口 正色说道 不过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就更简单了 就比方说 他的话锋一转 看向了宴会上的众人 露出微笑 这些产业 大家有人想要吗 钱是个好东西 不会有人往门外推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就在其他人 因为这阴阳怪气的话 而大怒之前 怀师又紧接着说道 既然如此的话 我有一个好办法 他提高了声音 抬起一根手指 只要大家能够配合我 齐心协力 我就可以让所有人 都拿下自己心仪的产业 不必争斗和有所损失 不用提心吊胆 甚至还能进一步 大大扩充自身的实力 成为同盟内部 举足轻重的中间 寂静 再次突如其来 那些怒斥声忽然卡壳了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好像见了鬼一样 十万个问号 从脑门上浮上来 感觉这个人有问题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方法 怀指素人 你他娘的 究竟在做什么美吗 可看着他那么严肃 和认真的样子 他们心中却都生起一种 不切实际的荒谬感 难道说 这个人真的有这种两拳 甚至三拳奇美 不必动刀兵 所有人一起 win-win-win的绝世妙计 喂 怀指组的 不要卖关子 有个粗豪的男人瞪大眼睛 有话快说 不要着急 我这就细细说来 怀师笑了 缓缓起身 走到厅堂正中间 回头忽然问 刚刚那个催促的男人 请问一下 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是哪个组的兄弟 黑田组 黑田沁吴 粗豪的急到冷声说 怎么了 不 没什么 只是问问 怀师微笑着 继续问道 那黑田组长有没有想过 将黑田组做大做强 拿下这些产业 从而一跃成为 同盟内部的中间 坐拥财富 为同盟继续发光发热 做贡献 黑田沁吴表情一致 原本不想理会 可被怀师似笑非笑地看着 心中的怒意再次窜起 顿时震声回应 那 当然是想的了 在这里的人 难道就没有人这么想的吗 那就简单了 怀师汉手 如今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摆在你的面前 只要你点头 这个目标就可以实现 你会拒绝吗 我他妈当然 黑田沁吴一拍桌 反应过来 好像哪里不对 顿时脱口而出的话 就往回缩了一截 只是说道 我当然 嗨嗨 是要先听听看的 这是当然 怀师的笑容越发的愉快里 走过去 弯下腰 依靠在他的桌子旁边 凑近了 用所有人都能挺清楚的清晰语调建议道 这个办法其实很简单啊 黑田组长 他说 只要你的帮派都改个名字 叫做怀直组黑田分会 然后我拿下产业之后 再分给你和大家 所有人一起共享 共有 那事情岂不就解决了 说到这里 怀师忍不住眉飞色舞 提高了声音 不必动刀兵和其争斗 所有人平等地分享 到时候 兄弟有爱 岂不美哉 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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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好像都冻结了 时间再次停滞 只有一张张好奇的表情 在怒火的灼烧中 迅速扭曲 化作铁青 再不能忍受 在上手 被怀师的 妙计所吸引的生天木 悄悄探出的脖子 也差点耿住 忍不住抬起手 按在老脸上 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一阵离奇 你可他妈闭嘴吧 自己怎么就没发现 这货这么会得罪人 等会群情激愤之下 所有人并肩子上 把这货给活撕了的时候 自己要不要在旁边 给大家加油助威了 混账东西 在反应过来的瞬间 黑田沁无的脸色涨红 几乎滴出血来 震怒咆哮着 起身想要去扯怀师的衣领 可在手指处碰到衣领的那一瞬间 所有人眼前一花 巨响轰鸣 长桌自正中垮他 残羹剩饭飞起 踏踏米俱阵 而黑田沁无的脑袋 就已经被怀师扯着 砸穿桌子 深深地陷进了地板之中 剧烈地震荡袭来 他眼前一黑 顿时失去了声息 只有两条腿在抽搐着 证明他还活着 不好 这样不好 在总会长宴请的时候动武 这也太不讲规矩了一些吧 怀师缓缓地松开手 回头微笑 我刚当时被迫反击 大家都要给我作证啊 作证个屁 如果不是顾忌同盟的颜面 大家恨不得一起上手撕了这个狗东西 简直目中无人 你难道想要当同盟公敌吗 怀指素人 你究竟有没有将大家放在眼里 可怒斥声中 怀师却缓缓起身 随手扯了一块桌布 擦了擦手之后 回过头 冷眼瞥着那一张张震怒的面孔 认真告诉他们 实话说 我知道各位讨厌我 也知道 各位不喜欢一个矛头小子 坐在这里和你们肩并肩 我所做的事情 不太讨人喜欢 对此 我心知肚明 但是 我不在乎 他提高了声音 告诉所有人 我看中的东西 我会亲自去拿 我要做的事情 我会亲自去做 如果有人胆敢拦在我的前面 那他就是我的敌人了 就这样 随手 将桌布丢在黑田的后脑勺上 他淡定的挥手 话 我说完了 就这样吧 我选完了 大家随意 礼貌的相声天目道别 谢过今天的热情款待之后 怀师就这样踏着寂静 转身离去 紧接着 费反迎天的怒斥声才响起 有怀指在前面做了榜样之后 剩下的人 已经不再客气 有的人在宴会结束之前 就已经和其他人划分好了地盘 如何瓜分这些产业 而生天目 则全程在旁边笑呵呵地喝茶为官 只有到最后 起身离去之前 才不嫌不淡地说了一句 同盟内竞争赌斗的规矩 你们都懂 就不用我再重复了 倘若让老朽知道 有人还敢再鼓刀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到时候 就绝不会像是今天这样轻描淡写了 伴随着他的话语 大厅角落里 不知道何时出现的佩刀 中年人抬起眼眸 腰间的利刃被拇指推出一寸 恐怖的寒意瞬间扩散 恰如死亡那样 笼罩在了所有人的头上 令人不寒而栗 这就是生天目最后的警告 下一次 再违反规矩的话 就是 他来见你们了 而此时 在车里 垂眸沉思的怀尸 抬起了眼瞳 看向身后的方向 在邵思命的感应之中 就在两公里之外的盘山公路上 那一缕纯粹而精妙的杀意 依旧如此鲜明 同盟之内竟然还藏了个四街 没想到 他回忆着那天晚上自己见到的 佩刀的中年人 和爆枪的老人 老人差了一筹 是三街 但怀中那一把骨枪 却厉害得吓人 绝对是什么圣狠遗物 而那个中年人的佩刀 则是很普通的一般货色 让人胆战心惊 全是靠着自己不凡的实力 还有刀铲几十年 蕴养出来的一缕杀器 这么看的话 流派的话 应该是一刀流没错 而就在沉思之中 他却看到了 前面开车的上野 不断变化的脸色 欲言又止的样子 有时候喜上眉梢 有时候又愁眉苦脸 怎么了 怀师问 嗨嗨 就是 就是 大哥你在宴会上 说的那些话 上野的神情复杂 当时在外面 已经传开了呀 怀师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绝了 你们这个八卦传播速度 怕不是在会场里 装了窃听器了吧 大哥 我们真的就 全部都要吗 上野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神情有些不安 怎么了 害怕了吗 怀师笑起来 不不不 只是 上野坑撤了很久 才低声提醒道 咱们怀师组人 真的不太够啊 那么多产业 该怎么管啊 反正自从跟着 怀师写 习虎王祖之后 上野就彻底 放弃动脑子了 大哥说 啥俺姓啥 别说怀疑的 脑子里 连个问号都不会出现 大哥说他全都要 那就一定会全都要 大哥觉得搞得定 那就一定搞得定 唯一可恨的就是 大哥这么厉害 怀师组却太过拉垮 扩充之后 跳跳悬悬 又根据怀师的命令 再三精简 如今的怀职族 也他娘的才二百多号人 完全跟不上啊 我老家其实也还有 很多兄弟的 上野说到这里 自告奋勇地拍着胸脯 我今晚就去拉人 一定不会让大哥失望的 扑哈哈哈哈 怀师再憋不住 大笑了起来 上野 你该不会真觉得 怀职族能够把所有东西 全都拿下来吧 啊 上野傻了 不能吗 不会吧 怀师贪手 说真的 我也没想过 能全拿下来啊 现在的怀职族 根本消化不下 就算到时候 把对手全部收编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 信得过的骨干 能够撑起组织的框架 只要能抓住 几块最重要的就够了 其余的伤伤水水 没必要在意 上野不捡 那大哥 你为什么会 很简单啊 最重要的 不是要把所有东西 全都拿下 怀师轻声说 是要通过 接下来的行动 让其他人知道 我有把他们手里的东西 拿下来的能力 而他们之所以能捡到 只不过是因为 我不要而已 让他们领会到 和自己的差距 让他们明白 你能赚到钱 是因为怀指大哥赏给你 只要拳头大 就有道理的世界真好啊 怀师忍不住嘲弄地笑了起来 全员恶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砍起来完全一点负罪感都没有 上野 我真是太喜欢激道了 只可惜 在旁边的 不是心思玲珑的小十九 而是连义务教育都没读完的 上野铁憨憨 听完之后 憋了半天 脸都憋红了 就只能喊一句 怀指大哥牛逼 而就在车辆漫长的行径之中 前方的道路 却亮起了数十道灯光 十几辆车密密麻麻地堵在山道上 穿过前面密密麻麻的人影 刺眼的远光灯笔直地照向了前方 那些拿着砍刀 棒球棍 和各种凶器的疾道们 眯起眼睛 辨认着车的号码牌 然后脸色就迅速地变得凶恶了起来 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 为黑田大哥报仇 在嘈杂的声音里 有人大声呼喊 上野下意识地抬手 摸向了工具箱 想要掏枪 可是却被怀尸拦住了 升天幕老头刚刚才说了 接下来同盟内部斗争里 禁止动枪 你看对面 不也什么都没带吗 上野想了一下 谨慎地提议 我们的车是改装过的 不怕撞击 不如我们先冲过去 没必要 这点对手而已 怀尸缓缓挽起了袖管 很快 动作停顿了一下 又将袖管履回去了 扣上了扣子 抬头看向上野时 就露出了古怪的笑容 交给你了 上野 他抬起手 拍在上野的肩膀上 与众心长地说道 就当是为了我 对他们使用铁拳吧 啊 上野整个人都傻了 看了看怀尸 又看了看窗外 迅速逼近的对手们 黑灯瞎火地看不清数量 但起码 都有个几十上百吧 难道是自己什么地方 得罪了大哥吗 为什么要这么安排我 他目瞪口呆 可迎着怀尸期待又郑重的目光 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很快 干涩地吞了口吐沫 交 交给我吧 怀抱着必死的心态 他推开车门 走下了车 已经打算为怀尸大哥壮烈牺牲了 虽然可能打不过 但是没有关系 大哥这样的人 安排自己做事 一定有他的目 目的 克制着双手颤抖的冲动 他从口袋里 掏出两截直虎 待在手上 整个人拦在车的前面 冲着面前迅速逼近的敌人们怒吼 来啊 畜生 你们的对手是我 怀尸组的上野四郎 他本来想要这么说的 可话刚刚到了嗓子眼 耳边就听见一阵诡异的乌鸦鸣叫 一股狂热的气息 就从心头涌现 紧接着 脱口而出的话 就变得截然不同 圣灾 那一瞬间 在交错的车灯照耀之下 那些冲过来的人都看到了 好像幻觉一般 无数丝丝缕缕的黑烟 从上野的影子中升腾而起 在半空中 交织出一道猙獰的轮廓 宛如漆黑的飞鸟 展翅翱翔那样 黑暗的轮廓 扑进了上野的身体之中 令那个魁梧大汗的气息 瞬间变得猙獰而凌厉 双眸血红 来自铁鸭的原制波动 运行在他的躯壳之中 带来了仿佛无穷尽的力量 令血液沸腾奔涌 灵魂畅快咆哮 那一瞬间 上野后撤了一步 抬起手 向着前方 干脆利落地 正拳 碰 好像暖水平破了一样的闷声迸发了 紧接着 冲在最前面的那个脊道 就已经倒飞而出 塌陷的胸膛之上 浮现出了直虎撕扯出的惨烈血痕 还有一个深邃的拳印 上野咧嘴 自咫尺之间迸发尖锐的嘶鸣 就像是飞鸟的高抗鸣叫那样 双眸中的血光 几乎映照而出 他能够感受得到 此刻奔涌在体内的这一份力量 如此强 他兴奋地大笑 一拳轰出 不顾劈下来的刀锋 再度将右侧冲过来的对手击溃 一拳下去 那个人整个弯曲成了90度 捂着肚子 再也爬不起来了 而砍下来的刀锋 劈在他抬起的胳膊上 竟然只是 砍破了一层衣服和血皮之后 就被膨胀的肌肉夹住了 就这 上野缓缓地回头 看向那个呆滞的男人 铁壁横扫 直虎杂落 自破空的低沉呼啸中 那一张面孔 就在这近乎静致的时光中 渐渐扭曲 摇摆 像是成熟之后的石榴那样 自展开的小口中 吐出了牙齿一样的紫 飘飞在空气里 紧接着又随着他的主人一起 飞向了灯光找不到的黑暗里 此时此刻 黄豹的力量 随着上野的动作扩散 令他感受到了充盈的幸福和狂喜 尖锐的鲨鱼牙上 泛起了冰冷的铁光 然后 一亿敌九十二的残酷蹂躏 开始了 第七百四十章 魔法 深沉的夜色之下 盘山公路上一片漆黑 只有交错的远光灯 照亮了无数交错的人影 刺耳的尖叫和怒吼之中 不断地猙獰的阴影轮廓映照在被血色染红的柏油路面 击倒最开始的十个人 只用了不到半分钟 那些倒飞而出的人惨叫着 落在地上 抽搐着爬不起来 再然后 击倒接下来的十个人 用了四十秒的时间 再紧接着 一分钟 两分钟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三次全力以赴的政权 不过落在脑门和身上的球棍和刀刃 尚也竭力地喘息着 抬起眼睛 看着眼前的敌人 他们在车灯的冰冷光芒里晃动着 环绕在自己的身旁 就像是在黑暗里 张牙舞爪的怪物一样 看不清人在哪里 只有一片变化的阴影 从眼前不断地闪过 去死吧 怪物 有人跳起来 手里带着铁钉的棒球棍砸在他的脑门上 一阵动荡中 眼前略微地昏沉起来 紧接着 球棒被握住了 上野抬起手 将手中的球棍挑起 连带着另一头的人 抬头看着那一张茫然的脸 咧嘴微笑 原来你在这里 半空中 球棒拔出 对准他的脑门 披下 球棍和骨骼断裂的声音 重叠在一起 44 上野咆哮 再来 他死吼 再来 然后 45 46 47 残酷的技术 依旧在继续 可那些怒吼的声音 却在渐渐地远离 好像和眼前的 渐渐花成一团的世界 一起变得模糊起来一样 到最后 只剩下了单调又执着的技术 61 62 63 63 63 自昏尘的呆滞中 上野僵硬地上前 失去焦距的血红毛子 凝视着眼前的敌人 凝视着那一张苍白抽搐的脸 可有轮胎和地面摩擦的尖锐声音传来 灯光在迅速地接近 紧接着 天和地就开始迅速旋转和晃荡了起来 大队忽然跃起了 砸在了他的脑门上 他翻滚着 落在了地上 听见了远处的尖叫 有人推开车门 兴奋地欢呼 他死了 他死了 那个怪物死掉了 他茫然地瞪大了眼睛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啊 我死了吗 还没有呢 上野 那个坐在他身旁的人说 你还活着 我还活着吗 是啊 你不是正在呼吸吗 那个人低下头来 看着他满是家许 还没有结束呢 你不可以在这里倒下 我倒下了吗 是啊 敌人还在你的前面呢 上野 那个饱含期待的声音传来 你还能继续打吗 在迷茫和昏沉中 上野呆呆地听着 忍不住 发出笑声 没有回答 只有带着扭曲直虎的拳头 缓缓地抬起 带着血染的星红 自惊叫和怒吼之中 绽放寒光 照亮了每一双恐惧的眼瞳 来啊 上野咧嘴 露出鲨鱼的牙 冲着每个人愉快地宁笑 据告诉他们 还没有结束 我还能继续打 六十四 那是干脆利落的挥拳 中场休息结束了 各位 残酷的技术 再度开始 自此之后 再没有什么声音 怒吼消失 哀鸣不见 所存留下来的 就只有骨和骨碰撞时 所迸发的断裂声响 血液和血液融合时 所泛起的细碎低鸣 九十一 九十一 在最后的最后 那个染血的男人 一步步向前 空洞的眼瞳 死死地盯着眼前 最后的敌人 便露出了令人惊悚的 狂热笑容 不顾他跪在地上 惊恐地叩首求饶 挥落了最后的铁拳 高亢的尖叫 扩散开来 刺破了深沉的夜色 跪地的敌人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可是迟迟没有迎来 预想之中的恐怖冲击 当那个人 睁开眼睛的时候 便看到 玄庭在眼前的拳头 强弩之末的最后力量 落下时 已经不足以 触碰到最后的对手 只有一缕血腥 从破碎的植虎上滴落 落在他的脸上 带着千军的力量 压垮了最后一线理智 那个男人 瘫软在地上 抽搐着 由水光 从当下扩散开来 在宛如恶鬼修罗的 对手面前 已经再没有 举起武器的勇气 92 来自上野身后的声音 为这斗争 画上了最后的休止符 当他茫然地 回过头的时候 便看到了 来自组长的笑容 恭喜你 上野 怀师说 能够独当一面了啊 上野愣了很久 张口想要说什么 可是却连支撑 身体的力气 都没有了 踉枪倒下 怀师伸手 扛着他的手臂 将他撑了起来 回过头的时候 便看到身后的山道上 那些停在远处的车 那些晚宴结束之后 回返的同盟成员们 就在远方 那些组长们 沉默地抽着烟 静静地站在黑暗里 见证着这一场 斗争的开始与终结 很快 有清脆的掌声响起 不止来自于何处 可很快 掌声便扩散开来 摒弃成见与不快 这些属于极道的男人们 以最直白的方式 献上了鹤里 庆贺着这惨烈试炼的完成 一个真正的男人的诞生 看到了吗 上野 这都是献给你的掌声 怀石回头 认真地告诉他 今天的你 很了不起 诚然 阴魂之鸭能够通过 扫私命的力量 进入上野的躯窍 令他的力量倍增 不知恐惧 可这一份力量 并非无穷无尽 当从第四十个人开始 铁鸭所赠予的原质和力量 已经消耗殆尽了 所存留下来的 不过是旺盛的生命力而已 从那之后 上野所做的一切 都来自于他自己的意志 这是独属于他的奇迹 当上野再次醒来的时候 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了 他已经回到了车里 好像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睁开眼睛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一次 是怀石开着车 他坐在副驾驶上 在昏尘和困倦里 他看着窗外 渐渐划过的霓虹灯光 老大 我 我刚当时怎么了 他轻声问 我好像 得到了很强的力量 是魔法呀 上野 怀石如是回答 在茫然里 上野忍不住笑起来 难道老大 你是魔法师一样的人吗 嗯 差不多吧 相信的心就是魔法吗 怀石随意地说到 翻了翻手边的塑料袋 将东西递过去 喝啤酒吗 还冰着呢 特地留给你的 好呀 上野接过啤酒 享受着手中冰凉的触感 细嗅着麦香 笑了笑 就这样 自难言的困倦里 沉沉睡去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爆炸一样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同盟的耳边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在所有同盟大佬的见证之下 往日平平无奇的鲨鱼人 上野四郎 竟然以一敌92 单枪匹马 挑翻了整个黑田组的人马 就连荒川家的那位大佬 都被惊动了 向左右夸奖 你们都要看清楚 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一时间 上野四郎风头无两 就连怀植组内都不敢相信 往日和自己喝酒吹牛打屁的 上野大哥 竟然这么勇 拜访的人络绎不绝 而手上脚上 还包扎着绷带的上野 则靠在床上 眉飞色舞地跟别人说着自己 昨天晚上的神勇表现 说到老大鼓励自己的那一段 激动的地方 还要捏起床头柜上的啤酒 作一口 然后让人再加点冰块过来 总让人觉得 昨晚那罐啤酒 他能喝一整年 哎 对了 怀植老大呢 把自己勇斗黑田组的事情 反复说了八遍之后 上野一拍脑袋 终于想起这一茶来 啊 怀植老大还在办公室里 今天来得挺早 有小弟说 好像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吩咐 今天挨个和组里的人谈话 我刚刚已经去过了 旁边的人插嘴说到 手里抓着香蕉 兴奋地夸耀着 怀植老大竟然知道我的名字里 询问我家的生活得怎么样 连我家有两个妹妹都知道 哎呀 连奈香和有之那两个臭丫头 竟然还捞到了礼物 说着 把怀里的那一盒金装的蜡笔 套装掏出来 炫耀展示 别人想摸一下 都不乐意让人碰 乐不可知 你这狗日的 肯定加了薪水了吧 有人怀疑地看过来 玄机拍桌 怪不得这么高兴 他娘的 今晚请客呀 今晚 说话的人哼笑了起来 今晚我请客 你敢去吗 哈 你这个死扣门敢请客 难道我还不敢吃的吗 你不知道吗 翟坚先生说 已经预定了地方 晚上老大 要请组里所有的老成员喝酒呢 抽烟的中年人淡了谭烟灰 回头拍了拍身后年轻人的肩膀 资历老就是有好处啊 牛倒你这个家伙 羡慕也没用 熬几年吧 被称为牛倒的黄发年轻人 尴尬地挠头 笑了起来 连忙摆手谦让 不敢和前辈们相比 眼看着话题从自己身上离去 他脸上凑热闹地笑着 眼角却掩饰不住心里的鄙夷 羡慕 羡慕个屁 说得好像多么羡慕你们这帮 傻逼能吃到饭一样 还有麻生那个家伙 出来混这么多年了 没少流血卖命 族长恐怕豪车都换了好几辆了 结果随便送你的蜡笔 都高兴成这样 脑子怕不是有毛病 这群憨批是怎么当即到的 他发自内心地开始怀疑 深刻地认识到 自己和怀直组这帮憨批聊不起来 怀里的手机微微震动着 他就找了个借口去厕所 离开了房间 走进厕所 发现里面没人之后 才走进最里面 装作小便的样子 接起了电话 怎么这么晚才见 电话里的声音劈头问道